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人9人与主法定人数 请主席宣布开会 现在开会请宣读议事录 立法院第9届第7会期 司法及法治委员会第一次全聚委员会议事录 时间中华民国108年2月23日星期六 上午9时5分至10时8分 地点红楼302会议事 出席委员总委员孔兆等12人 请假委员红委员慈庸一人 主席段委员宜康 报告事项 以本院第9届第7会期 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及地点 业经本院第9届第7会期 第一次会议决定招案通过灾案 二 宣读本会及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 选举事项 选举第9届第7会期 本会召集委员 请推举发票员决定 请周委员村米担任 推举监票员决定 请周委员村米担任 推举唱票员决定 请邓委员宜康担任 推举计票员决定 请邓委员宜康担任 选举结果 出席委员12人发出票数12张 有效票12张 无效票0张 开票结果 段委员宜康5票 周委员村米4票 省委员智慧3票 主席宣告 段委员宜康 周委员村米 当选为立法院第9届第7会期 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召集委员 宣读完毕 好 请问各位同仁 对上次会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确定议事录 现在介绍列席官员 首先介绍司法院 吕太郎秘书长 我介绍到了 各位不用站起来 好不好 民事厅李国珍厅长 刑事厅苏素额厅长 行政诉讼及惩戒厅 简慧娟厅长 少年及家事厅 谢敬慧厅长 司法行政厅 王美英厅长 人事处蔡新毅处长 接下来介绍内政部 林茨林常务市长 林建署都市计划组 廖耀东组长 法务部罗荣前参事 全序部法规司 陈佩廷检任视察 卫福部社家署 刘宜军组长 外交部领事事务局 文件证明组 林俊廷副组长 海基会法律处 张峰清处长 我们今天排定的议程 有四个案子 第一是邀请司法院民事长 列席说明 立法计划并被咨询 第二并案审查 司法院行情审议 公正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委员王定宇等22人 及委员费龙泰等16人 理据公正法第74条条文修正草案 第三审查司法院行情审议 行政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第四审查司法院行情审议 行政诉讼法施行法 增定第14条之5条 修正 第14条之5条文查案 现在进行提案说明与报告 那么每位报告发言时间三分钟 我们首先请提案人 王委员定宇 王委员定宇 王委员定宇不在 请提案人废委员宏泰 废委员宏泰 废委员宏泰不在 好我们接下来请司法院 李宇秘书长报告发言时间五分钟 那我想请你就这个 你们提的韩情审议的这个法案 还有这个立法计划都一并说明 好不好 好谢谢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那首先就这个108年度立法计划 来提出报告 比较详细的请各位委员参考我们提的书面 那司法院为了推动司法改革 以及落实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的重要的决议 那我们在过去一两年间 积极地炒泥研修各种的法令 那么现在大体上都已经完成 那有一部分已经送到大院来代审 那么除了今天特别排审的行政诉讼法 修正草案 行政诉讼法实行法修正草案 公正法修正草案以外 那我们在各界非常关心的 第一个当然是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 我们希望透过国民参与刑事审判 让法官了解国民的想法 国民了解法律的内容 提供意见来共同决定 那这个是在司法院的立法当中 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 进行委员支持 那第二个是各界关心 有关于法官的监督跟淘汰的部分 那法官法的修正草案 司法院很早就完成草案的修正 那已经经过行政院会选 那现在在考试院会选当中 据了解可能在三月初 就会送到大院来审理 那这是第二个重要的法案 那么第三个呢 有关于司法改革里面 关于金字塔的部分 包括民事诉讼法 行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的金字塔化 我们希望透过金字塔化的一个诉讼结构 让所有事实的整理尽快在一审就能够 理清楚所有的证据都能够在一审就能够调查 因为离事实发生时间越长越不利事实的调查 那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处理 那么这个是诉讼金字法的部分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呼应司法改革国事会的要求 因为台湾是非常重视这个贸易跟商业 所以我们已经研理完成商业事件审理法 我们透过一个专业的法院 对于商业的征送案件 能够快速专业有效的处理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包括刑事诉讼有关于这个被告资讯获取权 激压防导等等 我们也都研修好相关的法案 详细的情形 请各委员参考我们的书面 那么另外就我们送警大院审理的行政诉讼法呢 这个是因应大法官4日第742号解释 认为因为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 仅限里行政处分呢 才能够提起这个行政诉讼的救济 但是都市计划的情况呢 太阳非常的复杂 有一些是行政处分 有一些呢不是 那么只是一个法规 但是影响人民的权力义务呢 一样非常重大 所以大法官在4日第742号解释里面 特别要求呢 关于都市计划的部分呢 也应该让当事人呢 不服得当事人呢 有一个行政诉讼救济的机会 我们就根据这样的解释意识 草泥行政诉讼法的修正草案 那么这一个修正草案的主要的内容 当然是民定的行政诉讼都市计划审查的范围 那么包含这个具有行政处分的 还有包含法规范性质都包含在内 可以把有关行政都市计划的真理呢 都能够在行政诉讼审查 那么第二个呢 因为这样的一个都市计划呢 可能涉及到非常多的人 所以它具有客观诉讼的一个性质 也就是说很重要都是在维持公共利益 不过透过诉讼的情况呢 还是要维持对审 才有人主张有人防御 所以这样对审的结构我们仍然具备 但是第三人呢可以来依照法律规定来参加 那么再来因为它具有客观诉讼的性质 所以它的法院裁判的范围呢 不是当事人声明的拘束 它所为的有无这个违法失效 或者是无效的事由呢 也不受当成主张的限制 那么法院所谓的裁判呢 它具有对视的效力等等 那么这一些呢都是在 这一部新的修正法律里面呢 要特别规范的 那么详细呢 我们也准备书面来请各位委员指教 那第二个呢 关于公正法的主要的修正的要点呢 大概有三点 那第一个是因应这个深藏公约 有关于这个目前公正法里面呢 使用龙亚芒这一些 带有部分歧视的文字呢 我们都把它修正 那么第二个呢 目前公正法里面 关于民间公正人的免职的室友等等呢 太过于严格 我们适度的放宽 那么第三个部分呢 就因为新修的法律 譬如说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也有一些规定 那么我们根据新的法律 把它补上去 这个大概是公正法里面 最重要的内容 那么至于呢 委员提到有关于公正法的 修正草案的部分呢 我们也提出若干的 这个意见 那如书面来请各位委员参考 谢谢 好谢谢司法院李民事长的说明 接下来请内政部林次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同仁大家好 今天最主要涉及到内政部的部分的话呢 这是行政诉讼法的部分条文的修正案 跟行政诉讼法施行法 增定第十四条之五的修正案 那这最主要 刚刚其实司法院李民事长已经报告了 就是为了因应司法院四字第七十号解释 那要使人民对于违法的都市计划 就是含定期痛盘检讨的变更 都可以提起诉讼来救济 那司法院在这个草案 送出来以前有成立一个研修小组 在研修小组的讨论过程里头 我们认真部营建署这边也有参与 同时的话在草案完成以后 他们在107年9月间 司法院有正式 含请行政院来表示意见 那行政院也把这个草案 再交给我们内政部 那经过我们营建署也邀请了各支较市 县市政府都再来做一个研商 那大家对于这修正草案的内容 都表示没有意见 我们都尊重相关的条件都尊重 那有关我们的书面报告的话呢 也特别提出来 说相关的这些程序 或是相关规定的部分 我们内政部也都有 都有积极的参与 同时的话呢 有关行政诉讼法实行法第十四条之五的草案 它是明定说 有关这些行政诉讼法第二篇第五章规定 它是必须要仅仅适用在 这个法修正 实行后 都是发布的都市计划 也就是说在这个 本法修正发布以前的这个都市计划 它具有行政诉讼性质的当事人 还是必须适用原来的 苏彦华跟行政诉讼法 有关违法行政诉讼的规定 来寻求救济 那这个部分 内政部也表示同意 以上我想就内政部的意见 做简单的报告 谢谢 好谢谢 机关代表已经报告完毕 我们现在进行寻答 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 必要时可以延长2分钟 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 必要时可以延长2分钟 上午10点30分 截止发言登记 现在请登记第一位 省智慧委员 第二位是吴志阳委员 请准备 来省委员 好主席 我们今天理会的官员 本席来想就较于最近非常 大家关注的一个议题 就是酒驾再犯 而肇事致死的这些相关问题 我想全民在过年前 都是非常公愤的 有一个我们中部地区 发生一个连续 第三次酒驾而肇事 让两个年轻的生命在过年前就死掉 那个家长痛心疾首的这种画面 大家都有印象 所以我想这里衍生很多议题 我想司法院在这里 法务部也在吧 在 在 法务部都在 好那正好 本系也提了一个酒驾再犯致死 最高的刑则提高到 由这个 青年下有期徒刑 增加到 无期徒刑 甚至可以到达死刑 我想问司法院你的态度如何 你赞成吗 简单就好 因为我时间有限 主席 有关于这个 刑法 就是说被告犯罪以后 他刑法的 185条之刑 调件 还有他的刑度 我想你不要解那种事吗 你非常专业 我知道 我只要知道 你赞成与否 这个部分 我们尊重法务部的规划 好 那法务部请回答 有关酒驾的问题 你这样会录得到音吗 需要到这边 还是你法务部的层次太低 不能坐这里 今天是主席 他可以站在那边 让我 在前面嘛 是没有问题 因为麦克风都可以收音 好可以 好你讲 那么有关酒驾的问题 那么当然是 影响我们国人的权利生计 你赞成不赞成 我们现在检察师 正在研议 怎么样 提升我们有关刑法 相关的规定 你赞不赞成就好了 我只要这样 你们法务赞不赞成 还是行政院长 苏贞昌院长 讲的都是假话 是 都是骗人的话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苏院长说 还有你法务部长说 我们也赞成 这个刑法要加高 甚至不惜就说 也可能赞成死刑 来贺阻这样子的歪风 那你现在还在延迷 那就是上面有上 上有政策 对骗选民有政策 下有对策 就是扑龙到现在 开议多久了 我们过年的时候 可以在家里研究 研究法案 我们赶快 顺应时代 所需要的 因为太严重了 然后反正 酒驾撞死几个人 无所谓 所以我们提了修法案 现在 你们还在延迷 如果脱过这个会期 哎 法案好像我们 因为民进党党团一定会听法务部的 法务部的对岸没有来 所以就因此就继续搁置 不会啦 这个我们现在 部里头非常积极 你几天之后 你几天之后会拿过来 你法务部多的是人才嘛 这个事情是公众议题 而且 行政议党都已经开口了 你们还在演你 那你还在 你是什么层次的 你告诉我 我参事 参事对 你的参事 那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因为 你告诉我 什么时间嘛 我以法务部的态度就可以 我不要你跟我讲时间 态度 你们是赞不赞成 酒驾再犯致死 而愿意把刑度 不是我每个人一定要判哦 他是根据 这个 他的情节 情重等等 他可以有 清廉一下有期徒刑 还有一个顿号 无期徒刑 顿号 死刑 我不是叫你们 说我立法院立法 把你们手拿来 就非判 什么不可 好像你们司法院 也要请那个法官 要有点素养 还在批判我们立法院 要立法说 剥夺他的审判权 一派胡言 连这个动画都不会看吗 那我要问你 你们同不同意 朝这方面修法 行政院长是你的领导吧 是你的长官嘛 法务部长是你的长官 为什么没有呢 我们赞成重研来处理这个问题 重研到什么程度呢 去年一下就重研 所以有关的这个 因为这个 有关刑划到底轻重啊 牵涉整体的问题 所以现在 所以你就是呼隆 行政院长 呼隆 法务部长 法务部长 派你来呼隆立法院 没有答案啊 重研是什么 重研的量刑是什么 你坐下我告诉你 你城市不及啊 坐下 问你没有用 我再下来问第二个议题 酒驾 为什么那么严重 不怕嘛 好了 我听本席听说 那个连作法 我们委员会 已经有通过连作 是最新 全世界最新的连作法 已经出了委员会 党政协商部分卡住 听说又是法务部 这个反对 所以我们立法院的 民进党的 这个党团 不敢拿出来政党协商 法务部 你还是只有参事 这个主席啊 以后我们这种联席 是不是派个 不管是的参事 有用吗 等一下跟委员说明 有次长级以上的人吗 你现在要有利用 你的咨询时间说明吗 我不要 但是主要你 我强烈建议 像你这种事情 派个这种参事 你也可以接受 我如果本期当主席 我绝对不可以让他这样做啊 你这主席太失责了 请问 法务部最高 最高层次是只有参事吗 你告诉我 我刚议题你听懂吗 你搞不清楚 我再问你什么 我看你问的鸭鸭屋啊 我再问你第三题 有关于 也请我们司法院听清楚 就跟你们有关 也跟法务部有关 也就是说 我们对这种酒驾 你赞不赞成 在酒驾 现行犯 酒驾现场在0.25 超过以上 现行犯 以现行犯来逮捕强制拘留 7到15天 这样的立法方向 你同意吗 这个 逮捕方向的修法 你同意吗 是有人这样主张啦 不过 那你的看法呢 你现在到这边来是要负责任的 你是秘书长吗 因为我们是司法院的 不管这个实体的规定 所以 那我就 我讲实体的你的法官的做法给你听好不好 最近就有一件 酒驾 第二次了 两天内 连续犯两次 结果两次酒驾都被逮到 他说 我因为第一次被抓得不爽 不舒服 心里不准 再喝第二次 然后想到第二次又被抓了 好了 又被放了 这是司法院的态度 这是你的法官做的 你知道 我要问你 像这样 你赞不赞成 未来 我们立法院 立法 修法 朝向 酒驾 强制 以现行放 强制的拘留 七到十四天 看你赞好你吗 你敢吗 你愿意吗 拘留 你同意吗 拘留几天是一个 我是有听到有人这样主张 好像 外国也有类似的案例啦 对吧 外面有吧 我们还是尊重主管 我告诉你 最新民调 70%以上赞成 我先告诉你 70%以上赞成 而且是 我们的台湾的媒体 所做的民调 法务部呢 你的立场 刚刚跟委员报告 本部对于这个酒驾的问题 赞成重言来规范 还叫一派胡言 这个有答的也没有答 好 我再问一个 这个另外一个 一个事情 秘书长 我们是参加两公约的国家 对不对 那美国有没有参加 我们没有参加两公约啦 但是 我们是用透过私刑法来承认两公约的国内法效力啦 好 可以 好 我知道你的态度 那 日本是不是两公约国家 日本应该是 美国是不是 美国好像两公约还没有签 你说话以上都要负责任 立法院是录音的 我要告诉你 美国不如我还在查 因为过去好像 我本期告诉你 美国 日本都是两公约国家 然后两公约国家 他们日本有没有死刑 有没有处决死刑 有没有 有 他还是两公约国家 美国有没有 有 我告诉你 有 所以 请你 你们现在不要在意 台湾是两公约 不管你是精神三家 十字三家 还是假三家 不可以再用两公约来说 我告诉各位 你们说提到 人人都有天赋之生存权 任何人生命不得无理剥夺 但是 你们是在保护家害人 你们这个人权无理剥夺 是给家人机会 对于被害人 无缘无故被害人 例如小灯泡 一刀就把头给切掉 像类似这种 这种无理头没有恩怨的这种 这种无缘无故在路上 走路就被人家头切掉了 就被人家杀死了 这些人的人权 你们事实上才是真正两公约 要保护的 我们任何人的生命 是不能被无理剥夺的 像这个小孩子 也是被打死的 你看 就被 就被个 我现在以上 就是精神病患 就是他的保护伞 两公约的保护伞 叫做精神病患的保护伞 现在任何一件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是精神病患 有一个人讲说 反正啊 那个杀不死我 因为我是精神病患 你杀不死我 真的 他把人给杀了 到目前你也不能判他什么 这就是 精神病患 就是保护伞 事前若想要预谋杀人 先去看一下精神科的医生 然后有个记录 到时候杀死人之后 就说我是精神病患 之后就可以做免死金牌 这是两公约的精神吗 你赞什么 跟委员报告 第一个两公约具有国内法的效力 是因为大院透过实刑法承认 法官依法审判 当然要遵守 那第二个两公约并没有废除死刑 两公约是说在最严重的时候可以处死刑 所以说 关于精神病不能判处死刑也是两公约 那我们既然成为有国内法效力 当然法官要遵照 那第四个就委员提到的精神病 其实我们了解 要建议一个被告犯有精神疾病 他是经过非常严格的程序的 我希望你说的是实话 本期这边就有资料 在荣总医院都证明他不是 他在被杀的时候 精神状况非常良好 最后呢 最后还是用精神病的这个理由 逃过一死 他杀人的时候就考虑到 我就是拿个护身符 所以我告诉各位 其实人权 到底他们的人权是保护好人 还是保护坏人 是要保护那故意要训杀人的人 还是保护那全民无辜的人 这就是人民 现在人心惶惶 大家痛苦至极 痛苦指数标高 就是因为 我们的法律 全部都像你这样子 死守法律抱着 人权 人权 人权是以善良 老百姓百分之九十九人权 才叫人权 那个百分之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的 那些坏人的人权 本来就要依法神之 才叫法治国家 自古杀人者横死 偿命啊 所以就是我本期要告诉你 我们现在 我本期回到司法法治委员会 我会在这个会期里面 期待我们 优质的这个主席 我对他虽然他各种说法是很呛 但是我对于 我相信他也是有 有这种人权主张 只是我不知道你的人权主张 会不会跟本期一样 我很期待这个会期 我会在这个人权上面 来保护真正好人人权 而不是保护坏人的人权 真的我期待 我们司法院以及法务部 在立法方面也不要归宿 如果我们立法院能够提出适应时代潮流 人民需要的法案 也不希望你们因为行政怠惰没有提出对案而不审 立法院的立法委员本来就主动修法权力 而不用配合行政机关的 这是我们宪法赋予立法委员的职权 本应在这里要说明清楚 谢谢主席多给有点时间谢谢 好谢谢审委员 那在这个下一位 这个吴志昌委员这个咨询之前 我跟审委员跟委员会报告 因为审委员是我们立法院的前辈 那我们彼此尊重 我对他当然也非常尊重 那审委员在立法院的时候 我还在立法院当助理 那当然这个审委员关心这个问题 我们大家都很钦佩 不过站在主席的立场 我必须要说明 我们今天在场的议案 主要是除了司法院的立法说明之外 是行政法的部分条文的修正 是公正法部分条文的修正 这个主管机关都是司法院 法务部派员只是本委员会邀请 他们派代表来就我们今天的议案 虽然不是他们主管 但是如果需要征询到他们意见的时候 他们可以代表法务部来说明 那法务部的代表罗参事 他这个得到的授权 恐怕只有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案 如果问到法务部的意见的时候 他只能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案 提出法务部的态度 那如果我原本对于议案之外的题目 要征询对法务部有所征询 那么恐怕这个法务部代表的授权 并没有除非部长来了 否则的话他们不可能 有得到这样的授权 那如果我们立法院每一个委员会 对于在议案议程之外的题目 都要求要有足够层级的代表 要能够说明 那么所有列席的部会 恐怕部次长 每天要在委员会跑来跑去 要应付各位委员 我当然知道委员会关心的题目 我们委员会也没有规定 你今天必须发言咨询 必须要针对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法案来咨询 但是相互尊重 省委员你刚才对于主席的指责 这个是对于司法法治委员会的指责 对不起我不能接受 我也请各自自重 请说 我没有说对你指责 请请你不要误会了 我只说一般来说 过去我们司法法治委员会 像这样子在审查 虽然不是在说我实质的什么 我所提的法案内容 但是像司法法治委员会是本委员会 像不应该拍到这种参事这种层级 而是次长级的都会列席参加 这是对本委员会的一个尊敬跟尊重 我只是提出以上以本委员会的委员立场 建议主席以后是不是可以通知要次长级 当然如果是逐审法案 当然是要部长级 他的他一定要来列席参加 那像这样的会议 他是秘书长级 你这个 这个在法务部部分 本席也建议 未来还是要请长次 我们不用到正次 长次要来 这是一个对本委员会的一个尊重 我想这是我过去 我们长期以来 立法院过去的观点 虽然我离开立法院两届了 但是这是一个惯例 谢谢 跟审委员说明 从来没有这个惯例 我再说明一下 这个 柯委员您稍等一下 我把它说明清楚 我们过去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那么两党的委员 也都会当召委 从来没有哪一个主席 当这个哪一个 包括这个吴志阳委员 也当过召委 那没有哪一个召委会说 这个所有我们要讨论的议案 这个法务部都一定要派 部次长来 我再次说明 至少在我当主席的时候 如果 是主管机关提出来的法案 譬如说 司法院提出来的法案 或行政院提出来的法案 他们的主管部会 或者是首长就必须要来 但是如果是委员提出来的法案 我们最后做决定的还是委员 这个部会 或者相关的 这个法案的主管机关 我们请他们来列席 只是要征询他们的意见 不是要得到他们的同意 我们只是要问说 那如果我们这个这样修法 你会有什么样的意见 但是我们不是要听从他的意见 那如果说我们一定要 连委员所提案的 这个议案 都要求部次长 或者是 这个一定要叫部长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是我们自我矮化 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 可以做决定的事情 一定要交到 这个部会 手上去 这个对不起 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过去在委员会 也从来没有这个例子 我虽然在后辈 是后辈 但是我在第五届 立法委员任内 三年也都在法治委员会 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要求 好不好 我们接下来请吴志尚委员 首先讲我还是要回应你一下 我尊重你 你以为你是主席是你 你有你的决定权 过去我当长期在担任司法 法治召集我人的时候 像这种会议 他们次长级都会参加 我只要告诉你 没有强制性 就看你的主席的态度而已 我只觉得很遗憾 我还是在表达 我个人非常遗憾 那个法务部次长没有来 我非常遗憾 好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请吴志尚委员 那请柯委员 我刚刚竟然不知道大家的真点 很精准的掌握大家的真点 但是沈志尾 到过去的老同事 我们 离安地有段时间了 软蓋啊 软蓋 所以你就没给他了解嘛 好 所以我就尊重他 尊重他 各位 我今天是司法院的优先法案 以及行政诉讼法 让公正法 是司法院针对司法院的 那你谈到酒家的问题 那是法务部的事情 那也不是 假如是联席会的时候 那个是在联席会的 那今天根本有和法部 一点联席都没有联席 今天假如我们所有法案 法务部有联席 可能要臣子可以派高一点 好 那你说联作法的问题是啥 联作法 你联作法听说是你反对啦 你反对也不是你 我还说明 所有法务部 不是这个 不好意思 就这个你们的这个 对法条的这个 那个内容 这个客人 好了 可不可以不要再讲了 因为我对吴委员不好意思 他是第二位发言的 好了好了 这个我已经说明了 好了 我们我们接下来 请吴志阳委员 各位委员 请我们沈大姐 去喝个喝个咖啡 好好聊 叙叙旧好不好 好 来请吴委员 来 各位请尊重发言委员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主席 先请教秘书长 最新一份的民调 就是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 在22号公布的民调 107年度 全年度 全台湾司法与犯罪 防治满意度的调查报告 里面有讲到高达80.9%的民众 对司法改革的成效是不满意的 然后另外呢 也只有21.9%的民众 相信法院的法官 可以公平公正的审理判决案件 这个成绩啊 我知道司改 还有这个司法新一度的成绩 一向不是很好 但是民主党你要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21.9%这个分数啊 是比去年还降低 你上一次调查再下降1.2个百分点 这样子变成司法改革是越改越退步 越改民众越不信任 你们到底有没有抓到一个重点 到底是怎么回事 民主党 跟委员报告 中任大学的民调主要是从治安维护的观点来做民调 我们看报纸 详细的我们可能要进一步了解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最近国内有一个舆论的一个倾向 非常要求重刑 非常重刑 不过但是在我们的立法 却认为人权保障要并行 也就是说在没有经过法官判决前 都要推定无罪 那第二个被告要量除什么样的刑 要跟他的行为有关系 换句话说 我们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方针就是 每一个人都受到法律非常严密的保护 而不是只是受到舆论的保护 那么当然在个案的裁判的情形 或许社会有一些不同意见 不过我们在审判独立下 那个民主党我觉得你已经讲到两个重点 两个重点 一个是立法 一个是立法 一个是裁判 讲起来啦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 你们的司法的作为是不接地气 不接地气 我没有说你们错 但是不接地气 在立法的部分 也不接地气 然后司法判决的部分 也没有符合人民的期待 所以人民这样双重效果起来 对司法是没有信任感 司法真的离人民越来越远了 你看十个人里面 百分之二十一 百分之二十的人对法官的公正是相信的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很可怕的一件事 假设啦 因为法官跟检察官也是有可能接到变化名表的吧 变成一个法院 一个法庭里面 十个人里面 假设这个法庭里面刚好十个人 剩下法官跟检察官两个人相信司法 有一个新的试制解释出来的时候 你要讲给人家听 其实一般人都听不懂 都听不懂 你要不要考虑设计一下 有时候用直播来跟大家 说明一下 行政院现在各部会不是都用这个吗 不是用网红吗 不需要很红 你如果设计好一套 浅显易懂白话文的懒人包 你把它说清楚 也许大家就理解了 我现在讲几个 这个我觉得都不太接地气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们是不是有在修刑事诉讼法里面打算要把 测谎的结果 把它当作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有没有这样子的修法 诶 示范是有你这样的一个草案召开公听会 召开公听会 啊结论呢 其实公听会里面当然有正反 折衷都有 为什么会有想到不能用测谎 是不是怕强制举供还是怎么样 这里面两个主要的考虑 第一个就是被告不自证几罪的 这种人性尊严的保障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测谎本身 他其实测谎就是透过机器 判断这个受测者当时的身体反应 然后回溯去判断他的记忆跟陈述是不是一致 那这里面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机器本身的问题 第二个施测者 施测者他的判断 第三个受测的人他的记忆 譬如说他的记忆呢是错误的 他陈述出来是不会有说谎的反应的 好 所以 这几件事情你已经大概讲了 我大概知道 但是您知道吗 以科学理论来讲 科学理论来讲 形式侦办的专家来讲 测谎的结果的正确率 平均准确率达到96% 你知道吗 这个在人权保障 只要有一个因为测谎的问题 遭受冤狱都不应该被 你可以有一些设计 比如说不能强制测谎 比如说 我记得我们刑事说法里面有一个 被告的自白不可以当成唯一证据 换句话说不能只因为他说那是我杀的 什么熊刀什么东西通通没有就认定他 那假设有一个测谎的依据 你也可以规定说他不能当成唯一的证据 你可以当做参考 那如果所有其他的证据就差他一个 他的自己的认定 你可以帮助侦破很多的案件 事实上我们现在大家关心很多杀青杀童的案件 因为你都从亲戚圈里面讲 很多人都不愿意作证的 很多人都不愿意作证的 所以很多的杀青杀童的案件是透过测谎来 侦查出来来定罪的 所以你这样子是不是把我们自己 可以有的一个侦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武器 自己把它自废掉 你可以设定一些不要违反人民的 这个基本自由的 如果他自己愿意接受呢 如果只是当做一个辅助的 不能当做唯一的呢 跟我们报告 基本上因为我们还在公听会的阶段 我先跟你讲这件事情 如果你是纯粹以法理去讲的话 有可能会不接地气 我先跟你讲 如果一般认为有百分之九十几的 正确率的 假设你认为没有 他搞不好也有八十几 七十几 我不晓得 这个是你们刑事科学的认定 如果他有这么高的一个正确性的话 你说不可以采用 连参考都不行 那我问你 司法界常常在鉴定人家的精神状况 对不对 他的准确性 准确度又到多少 还有 还有 我们现在 一般民众最讨厌的 最讨厌看到的一个文字 经常出现在探觉里面 叫做 这个犯人 有可教化性 How do you know 他可以教化 你用什么量化 证明他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可教化性 How do you know 你怎么知道 你又怎么知道他不会有再犯性 或是会有再犯性 你根据什么 什么量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平衡啊 当你百分之九十几正确性的 你说不可以用的时候 那你这些请问 你是根据什么判断 好 这个一定要衡量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再问一个 最近做出一个七七五号解释 讲到累犯 要加重至二分之一 这个是违宪的 违宪的 对不对 没有这样 什么两年的要修法 不是吗 他只有加重最低本型是违宪 其他的加重都不危险 加重 那你要怎么改 你的修法会怎么改 这个当然 我有听说有人说 就把因改成德 这是一个方法 本席打算这样提案 是 那就是有个空间 因为你这个一出来 大家第一个 我请问一下 你直接讲一下 这个会不会影响 我们现在在立法院 包括本席所提案 很多委员提案 关于 酒驾 他 灭统 这些案件的 增加刑法的 加强 刑度的 这些修法 不会 完全不会 因为他只有在 累犯又要判处 最低本型 是过科的时候才违宪 所以 累犯呢 你只要不判他最低本型 根本就跟大法官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体力大概会是这样 就是 不是用累犯 他是用再犯 而且他直接把 法定的最低本型 直接加重了 再犯就跟大法官这要解释 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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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图刑 执行完毕后 五年内再犯 故意再犯的话 是累犯 如果属于累犯 而且要 第二个罪要量 最低本型 我只是问你 我直接把他 如果再犯 我们把这个最低本型 直接用法律名文 直接加重 可不可以 会不会抵触775 有没有这个机会 只有在 如果他构成累犯 那你 也就是说 775只有构成累犯 而且是最低本型 一定要加重的时候 是违宪啦 那照你这样 我们所有委员的都 都违宪啦 最低本型 其他都不会啊 我们就是要加低最低本型啊 而且要把最高本型 加到死刑啊 跟委员报告 那个他不是 他只是说 立法在 限制法官 在最低本型的裁量 不可以 那如果你 我跟你讲啦 你775号是符合逻辑 但是不接地气 我给你法官这么大的裁量额度 我觉得合理 但是问题是 你法官是不是经常 违背大家的法律感情 明明一犯再犯的 可教化 怎样怎样 然后给他轻判 所以我为什么要给你 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么大的空间 我给你这么大的空间 以后你的判决都让我失望嘛 所以这个是这样子 符合逻辑的不接地气 我觉得 你如果在立法 也给我们限制这个 司法判决 还是照你们那种做法 我跟你讲 你这个可信 信任度 永远不会提升 永远在很低板回旋 請你们思考一下 我们的 我们马上会再审 应该本委员会再审 各个委员的提案 请你不要拿775号 来限说我们的立法权 好谢谢 谢谢吴委员 接下来请柯建民委员 主席 各位委员同仁 各位 各位列席官员 大家早 首先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以为在程序发言 所以赶快 进行违和部队 坦白讲的 程序要care的 那个是盜交条例 那个 那个是在加上委员会成的 那可能太久 搞不清楚状况 那现在 因为 英法院大概 有一位习惯 然后我觉得也不是很好 反正 什么事情 就一瘋瘋的 那 也要死刑等等 那 什么案子发生 然后 所有人都提案 然后 然后 可以说把法院弄到最极致 这个大家要冷静思考一下 当然 有关于这个 是不是要故意稍微 那个另外再谈 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先谈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立法院的立法计划 司法院的立法计划 以及什么 以及当然两个 比较公正法 以及 行政诉讼法的 这个 修正 大法院 事件 其实的事件 以后必须要处理的 我觉得今天 当然感谢 周深委員让我先讲 这么久以来 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我们面对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蔡隆商战以后 所谓的司法 国事会议 所有的掌声最多是司法改革 那我们经过司法国事会议 也经过 本人为我们这两三年来 大家的努力 我记得当初在司法国事会议 我讲过一句话 我说 立法院不会照单前说 那我讲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并不是说要跟 这司法国对抗 讲是立法院是一个 国会自主的 所有松建案的法案 当然一定 不管行政院松建案的法案 乃至于 司法院松建案的法案 内容一定会有所调整 不肯一致不变的 是这个一个 而且各党各派议件会进来 所有专家议件会进来 所以多少会就是 所有部份的法案 道理法案来来 来的话 大部分 都是扎案通过也有 但是 很重要的法案 各方议件会进来 都是如何把修成 最符合理想 这 六八分马上重复八十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谈的就是说 整个立法计划来谈的时候 我们要很持平而论 我们常常在国务院节目上面 看到 或是在这个委员会看到 有 国务院党实在一样的委员 这里讲说 外改革十四万透顶 都没有做什么事情 我今天要特别来讲一句话 这是不公平的 这是不公平的 多少委员都在这里 这个 这个议长上面 大家容易做很多事情 其实 其实 现在司法改革 大家都知道 剩下两个重大的事情 一个法官法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 国民参审 还是陪审 当然是这样 这两个问题是 从开始大家都一直很注意 那我们先讲说 过去 你秘书长你来 我认为 包括 这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 从 这一届以来 不是没有做事情 我今天不是来 来给你破坏 是让大家了解 这个司法改革 是多么的艰辛 所有人要投入 尤其 有三个法案 因为我在这 二十几年来 那我一直感受很深刻 我第一个谈到 这是 李秘书长来以后 坦白讲 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过去我和 前秘书长丁几方 我们一直 明天做案 处理过很多法案 但是时代的考验 越来越多 大家要求 那累积下来 都是过去没有办法处理的 所以在去年11月9号 我们通过 通过劳动事件法 李秘书长 你自己讲说 这个是最有感的司法 这个地方 到那时候是最有感 但是未来 还有更有更有感 应该会出现 劳动事件法 能够在 11月9号通过 你知道这老公 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 有贡献 尤其 有以后 几件责任的 逆转的问题 包括 老公法庭等等 我和多数民委员 在这个中 也非常 非常精力在处理 这个法案基本上 通过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 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对老公界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是什么 大老公 審理案件法 就是 新法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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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几届 不要过过去几届 是 总共五进五出 你以为 五进五出 在商界也是一样 是 是从什么时候 是国会前面改选 到目前为止 到这商 去年 那去年12月7号 这个大省法 特别通过 大法省理案件法 所以也就是说 私事实际 没有办法处理法案 都会通过 但是呢 老白讲 外界可能 比较专业的人士可能 會了解这个的重要性 包括我想很多立法会 也搞不大清楚 你走 你来 那是1992年的时候 到现在 觀眾都说 上 前面改选以前 我进来以后 我们大家为了大省法 也弄了很久 那终于通过 这个是一个了不解成就 那当然 大省法里面 大家都很知道 大法官是 市县的人民感降低 这个是要解决 我们市县的问题嘛 一直没有办法处理 降低 包括这个 同意票 反对票 到最后全部要揭露 这个东西 都做得到吗 假如不是说 民事长和院长 大家一起在郭忠安 所有的委员 在朝委上一直 一直去处理这个问题 而且困难 而且呢 只是比实在那样的主张 更前进 谁同意不同意 而且全部透明 当然 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而且要求 要检讨 因为大法官 一年省 四十几个案子而已 那 那 我们看到绩效怎么样 好 那还有大法庭 这个阶段 以前一阶段 二阶段炒很久 这样终于 好 大法庭要处理了 大法庭处理 当然 当然 某过去的所谓的 集团率 以及 这个 协议都 已经要 到大法庭上解释 这样 能够回到 引審晚庭再去判 但 这通过以后 企业开始有几个案子 就开始 开始很 很敏感的案子 要来处理 所以法务部那边也 也组织 他们也 也在对应嘛 今天我谈的就是说 整个司法改革 竟不是大家想象中 毫无进度 或是没有做的事情 但是呢 要了解 我靠 老百姓最期待是什么 最期待不见得是 國民参省 也不见得是 是这个 裁省 也应该是 法官的推廠 其实前途官的推廠 其实 法官的推廠 等等 那这个法官的法 就是要趕快 法官法目前 的进度 我相信 我相信 法官的进来立完院的时候 希望 我们早上马上排 这个 老百姓就听得懂 都听得懂 我们刚才所谈的那三个 可能老百姓都听不懂 以后我们没有再做事情 直播院做事 刚才讲的那三个法院 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法官法大概 今年一月底 行政院才送到 好事院 那三月份 也应该 春节过后 三月七号 好事院的委员 審查会就开始 院会通过 我想三月中 应该可以回到立法院来 那这个就是 应该是 我们司法委员会 最有限的法院 要趕快来处理 正式面对法官法的问题 但是呢 有关于国民参审以及 陪审问题 我想 民主长我一直讲过几个字 一定要和谐 合理 那和谐的通过 就是说 现在有两派在战争 两派在战争的时候 一派 我希望说 一派主张国民参审 当然我们是国民参审 另外是陪审 我希望 民主长我知道你 最近有忍真在沟通 这到最后 事务可能 有小部分要变成要双轨 可能要改为这个思维 那看法改冠了 看法都改冠了 我知道 马郑农 律师那边 有关陪审的团体 过去也是 大家都是老朋友 不过这个议题 我们不希望 这个议题 染力在各自动员 那么极端 造成同温那种 同温那种效应 对政治上 对社会上 都是不对的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拜托 秘书长 你继续沟通 我知道你委员要沟通 我们到最后 我们稍微 稍微好好来 在立法院 来处理 这个样子 冲突在社会 解决一定在立法院 立法院是 立我行程自由 立我国会自主等等 所以我认为 我们这个委员会 本会局 是有很大的历史责任感 要去面对所有 事要改革的最后一路 那最后一分钟就好了 今天大法院七色四字 那行政诉讼法 以后司法院 不能夾期才三个星期 两年都到期了 你能早一点松交 可能这个蛮很环雜 但是还有 他就是说 一百元两年没有修法的话 还是要照大法院 解释上面去处理 这一点 我希望司法院 要严谨这个部分 最近有交付刑法二分之一 那个问题 雷范的问题 你要提早因因 这个可能 都是小问题 但是要注意一下 以上 是不是 我简要回应 老师请民主长 首先 谢谢委员的肯定 我们那些重要法案能够通过 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委员会 还有大院的支持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委员提到国民法官要 和谐 合理 和线来进行 我们会遵照委员这样的一个 提示 来处理 那么行政诉讼法 确实我们稍微慢了一点点 不过因为太过复杂 而且是完全新的东西 所以中间在研修会 还有包括工厅会 占了比较多时间 那么以后在 775号理范的修法上 我们会照委员的要求 那么在期限前 就把它送到理法院 以上报告 谢谢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周春明委员 好 谢谢主席 那我想大家都很关心酒驾至死的问题 造势至人于死 那整个社会的舆论 那大家也都认为说是立法不够重了 那我们的这个酒驾造势至人于死 其实在102年6月11号就是有再重新再修正 变成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那之前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那所以等于是在102年到现在大概也将近五年多的时间 我今天这边要跟民事长检讨就是说 现在社会认为说是立法不够重了 那我们实际来看一下 或者也认为说法官的刑期不够重 大家会觉得不怕 所以要碰更重的 还要来收更重的 那我想来跟民事长检讨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资料 近三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跟酒驾的比例 其实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数字 107年我们以最近这个年度来看 107年在24小时内车祸死亡的是1457件 酒驾致死的是100件 那这三年其实都是维持在100件上下 106年比较少87件 那在30日内死亡的人数是168 等于说大概一年内去年107年一年内 因为酒驾造势至人与死的大概有268件 这是去年的一个统计数字 那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量刑 我这边整理的资料是一审 那当然二审有部分的一些纠正 有上几审有做部分的一些纠正 一审我们来看 看到这个数字其实会担心 我们看一下在修法后 102年6月11号到107年12月31号去年底 我们来看一下 在法定刑最清的本刑三年以下 我们的一审法院量的法定刑 有63.7%是低于最清本刑三年以下 百分之63.7%我跟秘书长讲 判六个月以下的有五件 这三四年来哦 六个月以一年以下的是二十五件 判一年以上两年以下的是三百三十九件 两年到三年以下的是五十四件 这当然中间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利害关系 是要不要给缓刑 但是法定最清的本刑是三年 我们的一审法院居然有百分之六十三点七 将近快要三分之二的一个判决比例 是低于最清的本刑 那当然法律上我想秘书长也知道吧 大家有自首这样的一个规定 我撞到人了造势了自然于死 我下车就说我撞到人了 那法律上就认为他成立自首 但是要不要给予减轻 现在我们的修正是改为德嘛 对不对 那但是呢法院大概都会给他处理 那为什么 因为可能要配合 如果有和解的话 我就可以判两年以下 我就可以给他来缓刑 所以呢 那今天我们立法院在一百零二年六月十一号修正通过的法定最清本刑是三年 但是我们的一审法院在两处的时候有将近六十四点多的案件 居然两刑是低于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虽然有法律上的理由是合法的 但是这样是不是 这样的一个侵判是不是跟我们的立法目的有所违背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 当然不是智乱是用重点 我们也不是要行事政策一定要从重重严 但是立法的法定的行度是这样 但是司法院法官判出来的 法官看的个案也许跟我们在整体的考量是不一样 但是立法的意志立法的目的就是告诉你 我最清的本刑是三年 那请问一下秘书长知道这样的事情吗 知道这样的资料吗 这个数据应该 委员这边统计的应该是有了 那我们会透过各种管道 跟法官事实的提醒 事实提醒 因为有些说是这样的 就刚刚提到 因为酒驾呢 致死有些被害人 他觉得要获得赔偿才是正 最实质的一个补偿 所以在考虑有赔偿的情况下 可能法官因此就判刑 因为判中他可能就不愿意赔 等等这些原因 不过我想我们把委员的这些意见 整理以后透过适当的 像座谈会等等 我们来跟法官 我想这样的数字公开出来 其实是让人家蛮震撼的 法律上的理由大家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大家今天会去讨论说 造势至人于死 我们要用杀人罪来论处 大家就是认为说你在喝酒了 喝酒了 你喝到一定的程度了 你还去开车 所以你可能有 你可能就不能安全驾驶 你可能就会撞到人 所以你可能有杀人的未必故意 事实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如果法官在 当然在我们的法律的体系论证上面 可能是过不了关的 大家不会赞成 大家赞成可以从众来良行 大家可以从众来立法 但是我想在法律的体系 大家没有办法去认同说是要用杀人罪来 直接论以杀人罪 但是司法法院的判决要跟这样子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案件的情节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造势的行为情节 大家要去平和啊 不然的话你永远就是 你破了你的 谁会说我呢 那大家就是在这边耗损这些的精神 跟你的体力 精神跟资源 好这个期望秘书长可以回去再 看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或者再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考量 另外刚刚总招也提到了 其实现在大家也有共识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两个司法改革的步伐 大家要走 第一个就是法官法 这个不适应法官的退场机制 司法官的退场机制 另外就是参审跟陪审 那我也知道说在我们上个会期 我们进行主调之后 那跟司法院的法案有不同方向主张的 一个陪审团的朋友 他们也有一些很积极的一些 就是作为了 那我想大概这两个法案 我个人当然是尊重最后大家的讨论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很重要的 两个一个目的了 就是第一 就是要让司法透明 要让大家知道说司法在做什么事 法官是怎么判 我想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法官 假官大家来这个地方的 你们大家也会很困惑很疑虑 为什么大家这样子看我们 那我当然我可以理解你们的想法 我也会希望说大家对你们的运作 对法官的判决 对假官的这个侦查 大家可以多了解一点 所以司法透明是我们改革这个制度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另外我会认为将来除非是陪审 不然的话如果是我们才六位素人法官 三位职业法官的话 我认为让他们合并讨论 大家一起来讨论是才是这个制度 最重要的精神 大家今天是要为什么要推陪审 大家怕职业法官来影响素人法官 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要隔绝要推陪审 那除非将来我们是决定这样 如果是参审的话 我觉得这个制度就是要 我们认为法官不接地气 我们认为法官不知道社会的一些状况 那但是素人法官他如果说 就一些部分法律上的部分 他不是了解 这两个应该是去互相影响的 在证据上在事实上在判断上面 大家互相应用 我讲给你听你讲给我听 大家互相激荡 去找出来一个最符合最正确的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判决是正确的 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判决是 不只是符合民众的感情 他的最终目的 我们还是要保护到被告的利益 对他来讲 这个判决对他来讲 还是一个正确的裁判 我想这个是我们不能够放弃的一个 一个坚持了 那昨天上礼拜五这个累犯 那当然其实整个舆论下来 大家讨论下来 其实是 虽然当天的下标是 媒体的下标说是大震汗淡 但是其实大家检讨下来 我看法务部跟司法院一直在解释 只有在这个法院可以量最低本型的时候 但还是没有办法量的时候 才有所谓的一个危险的空间 但他的前提是这样 他讲是说你没有办法用五十九条 但是法院通常我们之前的训练是五十九条 是例外中的例外不能够常用吧 对不对 所以其实整个大法官会议解释下来 其实我觉得可以去检讨的是两点 第一个是 其实我们应该去检讨加重窃盗罪 因为那个是二三十年前 四五十年前的法案了 法律了 那为什么这些的情节 我们就要从他的最亲本型六个月来量 就是卡在这边嘛 法官在量刑的时候他量不下 判刑的时候他判不下去嘛 如果我淘一颗高丽菜捡几颗檳榔 我可能就是要七个月 如果累饭的话 所以其实应该再重新来检讨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加重窃盗这些 还是我们就是五年以下 让法官可以在个案里面 衡量个案的情节来审判嘛 这是我那天看到这个解释 第一个感想 就是他讲的那些个案 第二个 其实对法官最重的负担 就是你在判局的书上 因为你要写累饭 你要写前科 你要去对一些前科记录表嘛 大家看得亡臉了嘛 你有写好 没有查清楚 你可能就被非常上诉嘛 这个后费法官太多的精神 你要把法官在个案情节上面 因为他要去调查我个案良行的这个时间上面 他要来看他的前科嘛 他要去比对 有没有在五年内执行完毕嘛 而不是五年内你被判过 是他要去查他什么时候执行完毕嘛 这对法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 你要不要查好 查不好 你可能就被非常非常上诉嘛 所以我觉得司法院 应该是在这边检讨说 我们的判决理由里面 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应记载的事项 当然你现在累犯是应加重 你如果没有加重 当然就是违法 那这个法务部也有考量 也有在宣誓他们的一个修法的空间跟方向 但是现在大家在讲裁判白话文 裁判书简化 大家希望你们写很多 但是大家也希望你们写的大家看得懂 那我也希望说这个部分 其实应该整个裁判书的制作 要重新来衡量 重新来考察 让法官不要把太多的时间 放在裁判书的书写 让法官可以更多的时间 来听被害人 来听被告 来听大家怎么讲 我想这个才是正途了 这个是我今天的一些意见 好 谢谢 好 谢谢周委員 来 民主长请回应 第一个 委员刚刚提到都已经 把整个问题的核心都已经点出来 像累范可以讲说我们非常上述里面 最多的一个 那因为现在整个前科资料 有些厚打十几页 那根本看的是分头转向 这个我们会尽量来看看怎么样 让法官减轻负荷 那国民法官这个部分 委员所提的就是我们斯法院 当初推出版本的基本的精神 能够透过核审核判达到透明 让国民了解 不过当然现在还有其他的不同的主张 那我们正在进行协调 我们希望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能够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版本 毕竟人民参与审判 模式不看的话 其实是获得非常高民意的支持 我想这个即使是主张陪审模式的 它没有共同这样的一个体认 谢谢国民指教 好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请何志文委员 谢谢主席 还有各位先进同仁 还有我们的现场官员 秘书长我想 司法改革 我想这一里路 其实走得很艰辛 那人民真正最期待的都是有一个公平的对待 以及受到保障 那再加就问的就是说 秘书长 前立法委员陈超龙啊 曾经在第七届竞选立法委员的时候 遭检举違反了公务人员的这个选霸法 然后整个暗游呢 由最高法院发回三次的更审 那最终是有罪 有罪判定下来 那也很有趣 就是说 人都关完了 然后人也出来了 那监察院的监察报告才出炉 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 人格也毁掉了 因为媒体上面也不会去做这样子的平衡的报道 他的街头巷尾 他的家人亲戚 对他怎么看待 其实有时候已经不是国赔不国赔 而是这个人的人生已经被毁掉了 那监察院的这个调查案号我想 应该是107私调0556 资本这边我也有 那我想请教救教的就是说 时代的正义 然后还有这个事件的发生之后 我想 就叫一件事情 目前司法院到底有多少个案子是被监察院认证 认证是冤案的 有这个数字吗 监察院认证是冤案 对 这个我们可能要进一步统计以后再跟委员报告 这个没有 好 请到时候以书面再回应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根据我所知道就是陈朝隆这个案子 它非常特殊 那我想请教监察院后来研议请检察组长提起非常上诉 那现在的现况是什么 这个因为跟委员特别报告 在司法院的立场 审判独立是我们要绝对尊重的 所以哪怕哪个案子 现在谁审理进行情况 我们都不便去探问 不便去探问 那委员提了这个问题 或许我们因为委员有提到 我们正式来问一下最高法院 因为这关乎到我们整个司法改革 还有人民对于司法 他的信任不信任与否 因为连他当过立委 然后这样子的案子还进去关了 还关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对社会大众总是要有一个交代 也期待我们应该快速的回应该事件 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想把问题再更精准一点 我再收敛一下下 就是请教一下 那有罪判决 是否表示说我们司法已经证明我们的被告啊 他的犯罪事实已经到达无庸置疑的程度 是吗?是的 好 那接下来 那想请教一下 陈朝龙这个 陈朝龙这个个案啊 这个案子 最高法院发回三次更审 最终还是被判有罪 那是不是代表法院对于这个被告的犯罪事实是无庸置疑的 是吗? 跟委员特别报告 发回的原因非常的多 假设我们要到百分之一百确信被告有罪才能够判 那可能呢 下集省呢 已经认为百分之百 但是最高法院可能对其中非常少部分的证据 他觉得他要再进一步想查也会发回 所以发回本身不代表最高法院对这个案子最终的判断 但是在结论上来看的话 那么 有罪的话一定要到无可怀疑的程度 无可怀疑的程度 所以我们刚刚两个我想我们是有共识的 那如果依照单纯从逻辑来看 监察院是乱搞嘛 对不对 监察院是乱搞他也是无地放食啊对不对 因为法院最终他已经宣判了嘛对不对 最终 对啊 基本上从这个宪政国家来看 经过司法确定的判决 其实其他机关 命不疑就个案在进行表达意见 所以监察院是坏人 监察院这样是不对的 然后陈朝龙就是很该死 这里面有一些 是吗 跟委员特别报告 如果监察院表达的是对于核心的问题 表达意见的话 比较不疑 所谓核心问题就是 涉及到法官认定事实 或者是 试用法律的部分 那监察院如果是针对程序的 有些外观上很容易看出来的 程序的瑕疵 或许他可以 有一些意见 但是 审判核心的问题 在现任国家里面 是不疑的 不疑的 但是 这就是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 司法改革会被讨论到的 就独立 是应该要独立 是没有错 但是中间还有很多地方 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得更好 我想这个逻辑 以及这个概念 我们应该都没有争执 那还是要问一个就是说 监察院 他后来认为法院的证据 那认定我们的被告 就是陈朝龙 他有罪 是绝对牵强的 那 他所得的所谓的 有罪心证 是有疑虑的 那 想请教一下 针对监察院这样的说法 你还是坚持 就是说 他不应该干涉 基本上 因为如果认定事实 在法律是规定由法官来审判的 就 他所调查的人证物证 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关联 如何来推论 只要不违背经验法则 论理法则 好 没关系 我想请教 因为时间有限 我想请教就问的就是 针对像是这种 我们台湾的所谓的刑事案件 最高法院 他到底 发回三次 三次更损以上的案子有多少 这个知道吗 诶 详细数字 好 监察院认证一个数字 请提供 第二个 发回三次更损 因为我们发现 台湾有很多大型的很离谱 社会极度瞩目的案子 都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发回 发回更神更神 所以我很期待 就是说 呃 再进一步问就是说 刑事案件 经过最高法院发回三次 呃 发回的理由是违反 无罪推定论 无罪推定论 以及 无罪推定原则 以及 这个 罪你为亲原则 这样子的案子又有多少 可不可以是否到时候 也给我们数据好不好 为什么今天要问这个 因为 呃 我相信 秘书长这边 我们 司法院这边 从来没有做过一个研究 就是 发回更神三次以上的案子 他冤狱几率到底是多少 对面有做过对不对 有做过这样的研究吗 因为每一次 为什么本席这边会提出来 因为每一次 像这样子不断的发回 根审的案子 他所造成的社会的创伤 以及对司法公信的创伤 是极大极大极大 大到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handle 所以 我很期待的是说 针对 发回更神 发回更神 三次以上的案子 是否有冤狱的几率到底是多少 这是否也请您可以研究看看 可以吗 我们对于这个过去已经确定的案件 那本来是有罪后来改判无罪的很著名的一些案件 过去几十年的案件 我们都每个个案都有邀请学者专家进行个案的分析 然后了解问题到底在哪里 这个分析的这个结果将来我们作为立法修法 或者是法官的研席的课程 已经大概有十几件都给学者专家来进行专案的研究 从警察局就开始 因为这个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在案子一发生的时候没有彻底的搜证 没有彻底的搜证 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样已经够了 结果后来经过这个检验以后发现有欠缺 有欠缺谁案子来回 这个我想委员关心的这个事情是否还一样关心 我们会把有的数据有的结果跟委员报告 好 但是本席要讲的是说 在这边我们往往往往有些案子是社会 或是媒体会去瞩目到的 但是镜头没有看到的 没有人关心的个案我相信还是很多 所以很期待是否可以把这些数字我们汇整一下 那以及未来要怎么走 那另外一个有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1991年开始 为了让最高法院的案子可以加速 为了速度 为了时效 为了速度 为了时效 那我们制定了这个更审联申条款 更审联申条款 那为什么会有立法委员的存在 因为没有一个法永远是对的 永远是好的 总是要经过不同的时间 或者是人事物在更替之后 他会去调整 我也期待是否针对这个联申条款 是否可以被讨论 也是否可不可以请您用一个月的时间演绎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们会就委员提的问题提供意见 是 好 谢谢何委员 谢谢主席秘书长 各位同仁大家好 秘书长 这个司法独立是在人民的心中 人民认为司法独立与否 对于司法独立来讲是很重要的基础 那如果说人民对司法独立没有信心 那么更会加重说司法不独立的诱因 为什么 因为人民会奔走 然后为了保护自己 会运用各种可能的方式 希望去影响司法来保护他自己 所以等于人民心中 如果对司法独立没有信心的话 那他就变成司法不独立的温床 也就是权力跟利益要渗透进来司法的审判 他就有一个通取大道 那台湾其实长期就是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们从所有的民意调查 其实大家不被民意调查也知道 人民对司法的信任是人民对于国家 任何形式的权力的信任当中 排在最后一名的地方 那我想我们司法院对这样的事情 其实是有责任在身上的 司法院并不是没有行程工作需要去做的 所以你们所需要付的政治任务 对于人民对司法的信心这一块 如果不是司法院 如果不是法务部 尤其是司法院 那谁要付这个责任 所以当我们的社会不断地以而传而说 我们的司法改革完全停滞不全 我们的司法改革是失败的时候 我其实是没有听到司法院的声音的 其实柯总招在这里虽然非常的鼓励您 但是事实上我个人来讲我是不满意的 例如当我们在制定法官法要去淘汰不适任法官的过程 当我们在制定法律要引进国民法官参审制的过程 在这过程之中社会没有论述 没有办法透过这样的论述让人民知道 我们正在朝向一个如何崭新的制度在努力之中 所以我想司法院未来在这个部分 尤其是法案即将要送进来立法院的部分 这些责任不是我们立法委员的责任 而是司法院你们其实是要负行这个责任的 例如说今天周出名委员在这里所提出的这个统计数字 确实是很震撼的 但是当司法院他发现说我们的司法裁判造成了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荣获它是有各种的考量 譬如说以酒驾置人于死 因为和解的赔偿而判刑从轻 即使他有这样的考量 但是当这么重大的一个犯罪行为 在社会的强烈的氛围的反对跟谴责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司法判决很明显的这个趋势 是严重的跟人民的期待有落差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的是 宪法的解释都不能够脱离整个社会氛围的反应 所以社会氛围其实也就是国民法官的基础 人民他有他的经验 人民他有他的伦理道德观 所以人民素人 越是素人 越应该要引进到司法的审判之中 所以民意是你们不可忽视的 那我举这个例子 其实是刚好今天周委员拿出了这样的一个统计数字的时候 我也是告诉你们说 当你们发现法院的一个量行有这样一个趋势 而它跟社会的氛围有重大落差的时候 司法院也不能够插手不管 你们容或没有办法去影响个案的横拙 但是整个司法它的可预测性 司法它的稳定性 或者是整个司法它跟社会氛围之间的距离 这是你们司法院领导人所可以琢磨的地方 所以就如同说我们的诈骗案这么多 可是现在抓到的都是车手 都是人头账户 抓不到手磨 那因为他们是车手 他们是人头账户 如果他们愿意认罪 如果他们愿意赔偿 也都是轻判在六个月以下一刻罚金 那这跟整个诈骗案 它的那么容易去找到车手 那么容易去找到人头账户 然后那么的全面的这个普遍的在干扰人民的正常生活的时候 那我们这样的判决趋势 是不是也应该拿来讨论呢 我想是很多事情其实是司法院可以做 用来从政人民对司法的信心 这个是本期多年来没有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我第一次的质询我对司法院的苛责 我认为司法院长期以来没有跟人民站在一起 没有跟人民的生活融为一体 你们没有为我们国家司法独立的捍卫 善尽责任 所以台湾人民他们意图想要来纠正这个心中对司法的不幸运度的时候 我们随到渠成的就是有陪审制或者是参审制的运动 然后风起运动的展开 那我也觉得当社会陪审制的声量非常的高 然后对参审制有所不满的时候 我也觉得你们没有声音啊 你们没有去说明啊 例如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未来所规划的国民法官 他在参审的这个法庭的安排之下 我们的素人法官跟专业的法官 他的比率是6比3对不对 换句话说素人法官跟专业法官是素人法官六个人 专业法官三个人 而论罪的决议 有罪无罪是采用三分之二决 但是不能够是单方面的 换句话说如果是素人6票是不够的 他至少要说服一个法官变成7票 本来三分之二是6票就够了 所以换句话说未来的法院的这个审判 在参审制的这些罪行的范围之内 每年大概有几千件 1200以下 也就是人民最关心的这些重罪的领域 当我们引进国民法官的时候 国民法官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如果国民法官他们的见解是一致的 难道他会说服不了一个法官吗 只要他说服得了一个法官 那就是人民在审判了 这人民是听得进去的 如果是6票那几乎就是陪审制了 可是当我们是6加1就可以论罪的时候 离陪审制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 跟人民的需求跟人民想要争取的那个方向是几乎一致的 可是我从来没有听你们跟社会在解释这些事情啊 然后我们所背负的就是司法改革没有成绩啊 司法改革失败啊 这就是我在这里提醒 司法院不是专业的法律人 司法院对于国家捍卫司法独立 从政人民对司法的信心是有政治责任的 好不好 这个是本席第一个要跟你讨论的 所以未来的参审制度 我们如果要来拿不适任法官 也就是所谓的恐龙法官 人民最讨厌的就是恐龙法官 也因为有一个又一个的案例 让人民看到所谓恐龙法官的审判 无法被人民接受 总体对于司法的信心 也是在这里不断的崩解 那我觉得如果是我 我会非常通俗的去跟人民解释 陪审制跟参审制来讲的话 我倒觉得陪审制让恐龙法官更 更获得利益 更好过 日子更好过 为什么 因为陪审制 恐龙法官 就在那里等你判决有罪没罪 然后我只需要专业的技术 像一个法匠一样吧 我只需要专业的技术上面 然后在这个审判的过程 不能发挥我的角色而已 在这种情况之下 恐龙法官 有没有机会 被我们 显示出来 然后 他在整个的过程 他是不是日子更好过 他也不必去写 甚至于他也不必去写 非常复杂的判决书 你很通俗的去跟人民解释 更何况我们法官法出来了 法官法的修正 对于不适任法官的退场 是不是有好的规划 你说明一下 跟委员报告 首先 这个谢谢委员 替我们解说 参审跟陪审 因为正在示范的立场 有些话我们 直接讲得太白 会引起社会很激烈的对立 那第二个委员 是吗 这个我不同意 没关系你继续说 第二个委员 特别垂寻法官法 刚刚柯总召也有提到 大概考试 因为其实我们很早就会了 考试院还有进行政会 现在考试院 大概在三月初 考试院有可能会完成 那我也特别 请考试院秘书长尽量处理 也请副院长特别处理 那进来以后 我们希望能够排最优先 这里面呢 关于法官的淘汰 包括法官评见 还有职务法庭 都有跟过去完全不同的设计 尤其职务法庭里面 我们会加入职业法官以外的 其他的人来参加 这样子 让其他人的观点 非法官的观点 能够在职务法庭展现 那在法官评见 我们开放给当事人 自己可以申请 然后增加 评见委员 外部的评见委员 好 这样跟委员报告 好 整体来讲 司法院对于捍卫司法独立 当然是你们的责任 然后但是如何从政人民 对司法的信心 这部分的责任 我也希望你们要承担起来 好 谢谢 好 谢谢 委呃 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中孔少委员 中委员 咨询之后我们会休息 好 主席 在最后各位 还有民事长 在最后各位参与的各位行政首长 好 我们记者媒体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想大家对司法的改革 期待非常深 在这一届 今年是最后一年 我们三年来在司法委员会 其实也做了很多 不管是法律条文的修正或改革 或者说是 我自己觉得说蛮高兴的就是 劳动事件法 最起码对我们劳工朋友 他在诉讼的过程当中 能够缩减他 我们一直讲的 吃来的正义不是正义 因为毕竟一个劳工朋友 他在诉讼的过程当中 他不会跟这个 要三年 五年 甚至八年 可能对他来讲 时间太漫长 可能因为时间上 没办法很迅速 再加上没有一个 专业的一个法庭 可能对他来讲 他也对法院的信任度 放弃了他的诉讼 我想对劳动事件法的过程当中 能够透过大家不同的意见跟看法 但是我也看到了 司法院努力的学商跟沟通 所以在我们在劳动事件法的过程当中 几乎没有太大的争议性 就直接进入二三土 直接进入二三土 直接就在我们议场里面 就审议通过 也没有经过党团的协商 真正的落实了我们委员会的中心主义 我想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包括接下来法官官也好 或者国民参与 我们行事的一个审判的一个草案 其实也接下来都是 法司法院的重置之重 对我们来讲 委员会来讲 接下来人民期待的 大概就是对法官官的 淘汰不是任的法官 包括接下来 国民参与行事的一个审判 他到底要用陪审或官审 或用国民参审制 到底哪一个优劣 可能就要透过 司法院这边也要在 我们在审查的过程当中 能够在这前期作业期间 能够尽量宣导让人民知道 参审跟陪审 到底他的差异性 国民的一个参审 对于行事的一个审判的过程当中 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应该让人民更有知的权益 让他们晓得 政府推动这个国民参审 他的重点是在哪里 为什么民众的期待在所谓的陪审 那陪审对于台湾现代司法 会不会有一所干戈 或者说跟我们的疫局 跟美因的方式是有所不同 他的差异性到底是在哪边 最起码要让人民更能够了解清楚 那在我们在推动这个法案的时候 才能够比较迅速 接下来我想询问的就是对于司法院 我们对于在整个的书面的报告里面 其实最主要我们今天是要讨论 我们是要讨论 我们是要讨论 自己提出来的 七十二的一个解释 七十二的一个解释 重点还是在于 人民对于都市 都市计划的一个救济的问题 让人民有一个救济的一个管道 因为这个救济的一个管道 所以才会有七十二 不管之前的156也好 或者就我知道 我们在元月11号108年 还有一个774号的一个解释 我想今日在审查的这些的部分条件 都是因为在105年大瓦关的一个市制 第742号 认为都市计划的制定 含定制的通盘检讨的变更 因为影响到人民的权益 影响到人民的权益 影响到人民的权益 非常的巨大 所以要求立法院在两年内 要订定都市计划不符的司法救济机制 如果立法 立法院 我们相关的 尤其是我们司法委员会 如果以前没有制定 这个两年 这个计划 那这个两年后 人民可以依据 现行的苏彦华 或行政苏彦有关 违法的一个行政组分的一个救济 那现在两年过去了 如果说用时间来计算 105年12月19号 12月9号的一个解释 那现在两年过去了 我们现在可以用 到我们还没有审查 相关的条文之前 现在人民就只能够是用 现行的行政苏彦法 跟行政诉讼法 去做行政救济 对吧 是吧 可以准用 可以 对 一条大法官的这个解释 解释应该是这样 法还没有完成前 对没有完成前 一条大法官解释的意思 但是就是因为这两个法 不管是我们现行的苏彦法 或者行政苏彦法 其实苏彦法 其实对于现行的人民 都没有办法 让他有救济的机会 现行是不可以 现行是不可以 但是 所以虽然有 有这个两个法 好像是 人民可以议计这个两个法 你可以又可以去参与 你就可以 作为你的行政的一个救济 其实 这两个法 对人民来讲 其实几乎 就我知道几乎 人民如果用这个法 几乎都是被剥回 所以我们今天才要来审查 所以在大法官的试制里面 都是因为都市计划 变更 可否提起救济的问题 那都市计划 规定了两种的变更方式 分别是依据 我们都市变更的计划 第26条的一个定期通盘的 检讨的变更 跟27条的所谓的个案的变更 所以742的解释的处理是 定期通盘的一个 检讨的一个变更 那么774号 它最主要就是要 针对个案变更的 范围的第三人 可否提起救济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救济 我们今天才能 才要排审 那希望能够透过 这一个排审 所以我想救济于 秘书长 我们提出这个修正式 基于这个解释 是否还该 还挂到 因为我们解释 742 是我涵刮到774的解释 所处理的 都市计划变更换围之外的 第三人的提起的行政救济 那都市计划法的27条的变更的一个情形 可以适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都市计划的审查的一个程序的 救济的程序 具有厉害的第三人 可以利用本章本条文吗 可以啊 第三人呢 可以按照我们新增的条文 独立参加 自己把它当当事人来参加 或者是帮助一方辅助参加 如果具体的变更的消耗 如果有直接推定人民的权益或负担时 本来就可以提出行政诉讼 如果不是行政处分 而是都市计划的内容 因为都市计划的内容 其实基本上到最后是一个抽象的 一个法规的命令 那违法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是用本章的提起救济 可以可以 所以大法官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 要不要立法是由立法形成自由 不是宪法的义务 是吧 所以大法官在742号里面 就是说这个法律如果还没有完成 那对于都市计划的不符的救济 仍然可以提起 那程序呢就准用目前的行政处分的救济 所以法律有规定 当然将来会更加完备 即使立法还没有通过前 那么大法官已经有解释给他一个 所以施至第742号起司非常的明定 准用有关违规行政处分的救济规定 如果不完成立法 而把行政处分的救济规定准用 到法规命令的性质 性质的都市计划 势必也会产生困难 当然没有像立法这样子 立完法以后没有真理 因为准用到底要准用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们应该要尽速来審查 都市计划的一个審查程序专章 避免制度上产生适用上的一个困难 对吧 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招委 特别把这个程序 特别先排列 我们这一次会及的 第一次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 对第三者 有利的第三者 或人民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相关的法律 能够让他提出救济的行为 我想就是对人民来讲 是比较会有感觉 觉得说实话 确实是有感受到人民的一个 所谓的接地气 这个大概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部分 是 谢谢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率 因为下午我们还有一个公政法也要讨论 那到时候我再来救教育秘密室长 还有我们内政部的长次 以上谢谢 谢谢主席 好 谢谢中委员 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 好 各位请就座 我们休息时间结束了 我们休息时间结束了 好 谢谢 坐下 好 谢谢 我們內政部的同仁麻煩通知一下林次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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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長好 上個禮拜 中正大學公布他們 針對一般民眾 對於司法公信力調查的結果 八成 不相信 司法的公正性 我老實講 身為一個法律人以及關心台灣司法改革的人 我看了那個數字 心裡很難過 也很沉重 那當然調查的研究方法 在社會科學上都可以提出來討論 但是 既然是由中正大學所做的 我相信應該不會太離譜 到什麼地方去 今天 司法院洋洋傻傻的提出了 今年的立法計畫報告 秘書長大概也可以理解 一個會期的時間有限 以司法院來講 要完成你們對於人民 所做出司法改革的承諾 你們會排序最優先的三個法案 是哪三個 第一個當然是國民參與行審判法 那如果法官法三月初會選進來 排第一個我們也不反對 好 這兩個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有關於刑事訴訟的一些規定 包括被告的證明 我先問一下 法官法我們事實上在去年的時候 因為職務法庭 關關相互的事件 讓大家很憤怒 那馬上就緊鑼密鼓的要修正 結果到現在司法院草案還沒有送到立法院來 是考試院在拖延嗎 我在上面看到說 你們在去年八月的時候 就送給考試院了 是考試院在拖延嗎 在程序上是先送行政院 那行政院在1月28號送考試院 行政院為什麼拖那麼久 整整拖了半年 這什麼效率啊 行政院負責處理的人是誰 搞了快一年了 草案到現在都沒送來啊 有一些事情司法院該負責任的 當然司法院就責的對象 有一些事情如果是行政院在拖延的話 下一次我有機會的時候 詞詢的時候再請教 行政院是誰在拖延 這麼重要的司法改革法案 對於不適任法官檢察官 簽諸淘汰機制的強化 可以拖了半年多 導致草案現在還沒有送來本院 什麼時候可以送來 我們了解三月初齁 大概考試院會審查 希望齁三月的時候 真的要可以看到這個草案進來 其他的法案 因為在等你們的官方版 全部都被冷凍起來 你們的東西不送進來的話 招委是不會排案的 來下一個 大家最近都很關心 有關於酒駕的量刑 當然在整個行事政策上面 就有關於酒駕採取重刑的主義 是不是妥當 這個我相信 在理論上在實務上 都有討論的方向 但是我現在看到我國法院實際的判決 我覺得 以要不要採取重刑主義 來去討論我國實務的狀況 顯然是嚴重跟實務脫節 我為什麼這樣講 現在我們的法定刑 就一般酒駕是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來 律師長你自己看 謝謝司法院給我統計資料 我把它比較有系統的 做成了圖表了以後 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 都是判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刑 平均的刑度只有三個月 這樣子一個量刑的現狀 秘書長覺得符合立法者規範的意志嗎 這已經不要再談什麼 要不要一昧地追求重刑主義 在司法實務上面 呈現出來的就是極輕刑主義 因為法定刑是兩個月以下 法定刑是兩個月以下 兩年以下 對不起 兩年以下 然後他 當然這個判的有超過平均三個月 或許跟社會期待的來說 那不是跟社會期待啊 跟立法者那個時候在修酒駕的立法意志相符合嗎 針對這個現象 司法院打算怎麼辦 現在有兩個方向嘛 第一個事情是說 我們繼續尊重法官的裁量 看人民參議審判了以後 這件事情會不會改變 第二個事情是司法院更改量刑參考的基準 第三個事情是我們被迫不得已 只有動手修法了 司法院認為最好的方式應該是什麼 最好的路徑是什麼 應該是我們在建立一個量刑的基準 所以你的意思是不需要修法 司法院定量刑基準就可以了 要不要修行啊 因為那個是實體法 我們尊重法務部的規劃啦 對啦 所以呢 所以司法院在這件事情上面 第一個要不要修法沒意見 第二個覺得該做的事要修改量刑的基準是這樣嗎 我們會在趨勢系統裡面啊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這可能 沒有啊 我就看你們還要再拖多久嘛 來第二個 這個是酒駕致死的喔 酒駕致死 我們地方法院平均的量刑 以2018年來講是37個月 我們的法定刑是多少 3年以上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啊 那怎麼會判出來平均是37個月 大概就3年啊 這個已經不是有沒有重型主義的問題啊 我為什麼說這是超清型主義 來秘書長你繼續看一下分布 一年到兩年 一年以下的超過50%耶 真正有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也只有14%耶 這樣子的量刑 秘書長你覺得妥當嗎 我們那個量刑居士系統 現在已經有不能安全罪了 不過我想 各界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齁 我們可以研究以後啊 納入這個居士系統公法官 第一次齁 如果第一次酒駕 然後你要給他機會給他自行 在刑事政策上面 我都贊成 但是當你第一次酒駕 有前科了以後 還第二次酒駕 藍秘書長您直接看一下 我們酒駕有前科的比例啊 從2019年足足攀升 到2018年已經46%了耶 46%是什麼概念啊 兩個酒駕有前科的人 將近其中有一個人 他就一定會再犯 從整個刑法 不管你從預防理論 威嚇理論 矯正理論 不管你要從什麼理論講 都沒有關係 對於這樣子累犯的數字 秘書長 你會不會覺得很觸目金星 有沒有進一步改革的必要 這個可能代表我們的刑法齁 來處理這件事情沒有發揮功能 刑法處理這件事情沒有發揮功能 就處理這種酒駕問題 是不是也可以考慮出了 等一下我再跟你講刑法以外的手段嘛 但是任何念過刑法的人都知道嘛 從硬報論威嚇論 特別預防一般預防 最後我們希望能夠達到矯緻的效果 從這個效果上面來看 是一直都沒有發揮大家期待的效果 那我就很好奇啊 我們法院在實際判決的時候 我說過了 你如果出犯 思慮不周等等等等 大家認為說要給他機會 從行事政策的角度我並不反對 但是當我們面對累犯的時候 我就很好奇 我們的法官是怎麼在看待的 來前秘書長看一下 這個是地方法院的判決 而且不是幾年前的喔 今年做的 今年做的喔 正式發生了這麼多酒駕的案件 整個社會輿情沸騰了以後 累犯 有期徒刑四個月 請問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量刑 基準會出現這樣的結果 他不是出犯喔 他已經累犯喔 然後判有期徒刑 四個月可以一顆罰金 每天一千元 等於是新台幣12萬元 就結束啦 這個有符合我們立法者的規範意志嗎 秘書長 但這個因為委員特別提到個案 我們正在司法現在實在是不變 我再跟秘書長報告 我談的不是個案喔 我談的是秘書長用酒駕加累犯 兩個關鍵詞進去法學要檢索系統 會跑幾千個判決出來 我看了幾百個判決了以後 我就不用再看下去了 因為大概行度就是這樣啊 四個月 五個月 然後我看到最重的是第六次酒駕 酒精濃度一點多了 結果還判不到一年 那我們立法者定法定刑兩年以下 有期徒刑根本就寫好完的啊 第六次酒駕 被抓到的酒精濃度是1.69 要喝到什麼程度 酒精濃度會到1.69 結果判出來還是幾個月啊 陸書長這樣子的現況 你說的量刑基準 你們到底還要多久才能夠處理完啊 其實我們目前就有啦 或許我們就有那個 你的意思是說 那你們現在的量刑基準 那法官按照你們的量刑基準 跑公式出來的結論就是這個樣子喔 沒有 那個是法官參考而已啊 沒有拘束力 對啊 但是參考出來的結果 讓大家沒辦法接受啊 第一次壘犯 判三四個月 第二次壘犯 再繼續判五六個月 那是要 到底要酒駕幾次啊 來 您剛剛說齁 不可以完全按照 用刑法有它的界限 這我同意 這我同意 所以我們的刑法裡面有設置 有關於禁戒處分嘛 壘犯 有酒飲的 要去治療嘛 來陸書長看一下 這是你們地方法院的判決 宣告禁戒處分的人數 2018年35個人 總共每年喔 兩萬多件酒駕壘犯 我講的是壘犯喔 兩萬多件 壘犯裡面 你們宣告 禁戒處分的 然後說要去治療的 35個人 陸書長 這個數字會不會太誇張啊 你非都不可以按照刑法 要去治療 要做保安處分 這個我 這個刑事政策我都同意 問題是你們實際上面 到底在幹嘛啊 35件 禁戒處分耶 陸書長 你會不會覺得太離譜 這個跟我們報告喔 因為目前 管理喝酒要受到保安處分的 在我們的刑法第85條 89條 它是規定 酗酒而犯罪啦 酗酒而犯罪啦 那麼 所以你認為要到酒駕幾次才算酗酒 所以這個 這個 沒有關係啊 秘書長您先回答我問題嗎 你認為要酒駕幾次才算酗酒 這個應該是不同的概念 不過或許 我們從這個 防治酒駕 對嘛 那秘書長可不可以告訴我 法院的概念是什麼 因為我把你們齁 有禁戒處分的判決 我調出來看 就宣告禁戒處分啊 的部分 你們是用立稿 駁回耶 你有讀過那個判決嗎 我讀了一堆的以後 奇怪我發現我讀到第10個 怎麼看起來的文字 跟我讀到第一個的都一樣 我後來去比對文字 全部都是用立稿駁回啊 你今天如果跟我說 你要尊重法官 個案斟酌 這個我絕對尊重 我們要尊重司法獨立嘛 但是我如果看到的判決 一而再再而三 全部 全部 都是用立稿駁回的話 這個是什麼個案裁量 個案斟酌啊 大家需要有個答案啊 更離譜的事情是什麼 宣告禁戒處分的已經很少了耶 結果最後你們用保護管束代替禁戒處分 來秘書長您看一下 什麼叫做用保護管束代替禁戒處分 秘書長可不可以跟全民解釋一下 如何用保護管束代替禁戒處分 簡單的說啦 禁戒處分就是關起來嘛 保護管束就是 禁戒處分真的有關起來嗎 真的有關起來嗎 受到比較嚴格的人身自由的限制 有嗎 不過委員特別提了齁 秘書長 現在實務上面的禁戒處分 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我建議你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有關起來 是嗎 保安處分執行法裡面的規範 實際上面的實踐禁戒處分有關起來 誰說的 我現在更重要的是 我要問你的是 憑什麼用保護管束代替禁戒處分 用保護管束代替禁戒處分是什麼概念 來秘書長跟大家解釋一下 主席不好意思最後30秒 讓他說完這個問題 這很重要 禁戒處分這麼少已經很離譜 大家說 不要想要只是關 要給他治療 這個我贊成啊 那問題是你們司法實務上面 判決出來的 每年9假的累犯2萬多個人 然後有宣告禁戒處分的 從來沒有超過50個 10幾個 20幾個 最多30幾個 現在更離譜了 用保護管束代替禁戒處分 來說明一下 什麼叫做用保護管束代替禁戒處分 譬如說他對於他的人身 不必要施以強力的拘束的話 那就叫他按時來 我跟律師長講啦 禁戒處分齁 就是去醫院看酒瘾門診 那什麼叫做保護管束代替禁戒處分 就是到地檢署跟關護人報到啦 我過多久 久久來一次 說啊我人有來 然後過一個月講啊我人有來 然後沒逃亡 那從此 每個月去地檢署跟關護人報告 是有助於解除他的酒瘾喔 我不懂啊 不過這個可能要看他的情節啦 喔對嘛 好沒有關係啊 我今天跟秘書長講 我看你們的實務判決的運作 我所看到已經超越我一個 應該有基本理性的人 可以理解的範圍了 司法院是不是可以回覆我們說 如何透過保護管束代替禁戒處分 可以達到 借制酒瘾 降低酒駕機率 如何達成 因為實務上面就是過一段時間 去地檢署找關護人報到啊 啊這樣子的一個保護管束 到底有什麼實際上面的功能 我歡迎司法院回去看你們法官寫的判決 我下一次再問啊 我要實質的理由啊 這樣子搞刑事主義到底有什麼意義啊 我並不是說一定要怎麼重刑重刑要多重刑 但問題是現在根本就是極度的清刑啊 那第二個你說要治療要借酒瘾 我也贊成啊 問題是你們實務上面是怎麼搞的 民主長需要多久的時間給我回覆 因為我今天實質的問題您都沒有回答嘛 需要多久一個禮拜之內給我書面回覆好不好 可以吧 這個最基本的問題啊 這些判決我花兩天就看完啊 司法院裡面人才濟濟 一個禮拜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這個部分啊 因為如何來執行齁 這是屬於檢察官的職權啊 對啊但是以保護管束代替境界處分 是法官宣告的啊 今天法官 在判決主文做這個宣告 那就代表法官說 用保護管束代替境界處分是很OK的 他主文才會這樣宣告啊 我們兩個禮拜可以嘛 跟法務部來 來 珍惜一下他們的意見 OK好 好 這個民主長麻煩黃委員剛才問的那兩個問題啊 在兩個禮拜之內 把這個你們的答覆給黃委員之外 也給本會好不好 好 好 我們接下來請鄭運鵬委員 我跟各位先報告 不能 鄭運鵬委員請坐著 你不需要行禮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今天上午的會議到巡達結束 好 請鄭運鵬委員 好那個主席各位所長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 民主長我就接著剛才黃委員的質詢 那我也跟您說明一下 我手上沒有 所以你不用看這上面的電 這個螢幕喔 我在2月15號 總質詢蘇貞昌院長的時候 那因為閨院都不用沒有代表 所以你們不曉得 那時候我們就有統計了有關於酒駕 在106年 目前我們有統計的是這樣 到了高等法院的判決 那總共 他裡面酒 呃酒駕不能安全駕駛的被告總共有396人 那裡面被判決 剛才就講了嘛 兩年以上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嘛對不對 那被判決五年以上的 民主長你曉得多少人 106年的時候 2017 396件裡面 那因為已經到高分院了 所以應該是累犯或者 或者是 智商致死嘛 到高分院了 民主長你不用看啦 我直接跟你講就好了 判到五年以上的 其實是零人 396件裡面 那總共判決兩百多件下來 有些還在審 零人 所以你可以判到十年 各級法院所有的 不是 高院裡面所有的法庭裡面 所有的法官都判不到五年以上 那你要說恐龍法官嗎 我也不敢這樣講 總不會所有的 處理到這樣案件的 所有的庭的都恐龍法官嘛 那可見的實務上面來說 那剛才黃委員講的 跟我們所統計到的 五年以上都判不到 你連判一判就沒有 難怪社會對於這種 一旦發生的 酒駕致死的新聞裡面 大家那麼憤慨 就是大家對於說185-3 他執行的結果 大家認知是這樣嘛 六個月以下被判了86人 那一年以下 六個月以上 141人 兩年以下 一年以上的17人 那三年以下的5人 那五年以下 那11人 就是這樣 五年以上沒有了 看不到一半 跟我們報告一下 但是根據我們的資料 到五年到七年的 就有12個人 這哪一年的 民國107年 那106年有四位 107年有12位 然後超過這個 七年以上的有五位 好 我們數據有落差 你剛106年四位嘛對不對 我剛剛跟你講的 396個被告嘛 八分幾億啦 五年以上啦 那我也不認為說 一定要到死刑 但是你可見得 社會對於這個判決的 期待 的落差 那就判不出來嘛 五年以上真的很少啦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現在在 刑法185-3 他的法院判決的狀況是這樣 我再講一次 我沒有認為說 罰每個庭都是恐龍法官啦 因為整體是這樣 案件也不少 那結果社會當然認為說 應該要加重 但是加重有沒有效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有效 這個我沒有定見 所以等一下我會再回來講這個部分 那給司法院參考 然後這個剛剛這個數字 那個秘書長你要知道說 外面在講酒駕 為什麼大家要加重其實 那是直覺反應 有沒有效不曉得 但直覺反應就是認為 你現在是失效的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講 跟您討論的是 四字七七五號 那他的效力如何 這個我就不贅述了 哪些地方有違憲 哪些地方沒有違憲 那一般喔 大家對於大法官的解釋文 一般也不會去看全文 因為看了也不一定看得懂 包含我 這個我講實話 也不一定看得懂 那但是如果你有去注意到 那個裡面的理由的話 他的那個理由書第三 其實他也講到一個重點 那是講到第48條的部分 就是說你在第一 前一案被判決了之後 那中間那個當初的 這一次的判決裡面 沒有發現說他有前科啦 這一這一這一案 你還可以回溯 然後最後拉回來 判決完之後再回來 再回來判決 那這個可以加重其刑 被認為是違憲 這個沒有錯嘛 對 可是在我們在法院 在審理的時候 包含檢察官喔 那個民主長你看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定罪跟量刑 如果你分兩個階段 處理的話 你就可以處理到了 那你怎麼去定罪 定罪之後有沒有罪嘛 大家不要了解 這是美國的方式啦 那個陪審團定罪 然後法官來量刑 如果你分兩階段 處理的時候 你資料會相對完整 但在台灣的法院 你不管怎麼改 說應該不容易改到這兩階段啊 不過民主長你可以去看 就是說 他在這個定罪的階段 跟量刑的階段 你至少 在政府 檢察官也好 法院方也好 大家所謂的良民證 你應該調得到 你如果發現說 都已經判決出來了 你還不知道說 已經五年內有沒有刑割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喔 各位委員報告 那個 呃 理犯有非常嚴格的要件 必須原來是受有期徒刑 第二個執刑完畢 那執刑完畢呢 在檢察官這邊 各個監獄喔 他的資料的建構是 並不是很一致 不容易看 有些被告的前科表 一二十頁啊 到底執刑完畢了沒有 非常不容易看 非常不容易看 你可以判人家行喔 沒有 就是沒有判到 這不是政府該做的嗎 就是因為你 這個時代你跟他講說 非常不容易去判斷跟尋 這個講不過去吧 他有一些就是說 你這樣看起來 就沒有 但實際上 就是說資料上面看是沒有 但實際上他已經執行完畢了 那民主長 你總不能因為這樣子 所以被宣告違憲 而不能夠去 在審理的過程中 就去處理吧 這說不會過嘛 你因為看不出來 所以我才會撐回來再判 這個其實是講不過去 然後因為這樣我違憲 不是不是 他是說 如果在裁判的時候沒有 沒有資料可以看出他是壘犯 後來才發現你不能夠重複在 這在行政府的責任來說是說不會過啦 你這個人到底是怎樣 你說你不知道 說我這條牌看著問一下也知道 好民主長跟你講 這個就是 你在視線裡面難怪會被人家講違憲 然後那鄉民的反應是什麼 典型的我就找我這個朋友 老朋友 那個朱學恒先生 他就會講說殺人不死刑 無期會假釋 虐童會輕判 酒駕不積壓 他講的當然是過度了 他反應到一些社會上面鄉民最 最簡單的理解甚至把它放大 這個行為我個人都認為不可取啦 但是你要去想說為什麼在社會上面會有反應 會有這樣的認知 其實我剛才說的那種判官都覺得說 這不成比例嘛 判決跟他本行不成比例喔 所以民主長我跟你討論一下 我光看這個視線的解釋文775話 會產生兩個誤解 你看合不合理 看合不合理 第一個過去的誤解 包含我本身 我都為人累犯是只同一罪名 欸不是 酒駕的累犯就是累犯 結果不是 你的刑法你只要判刑事犯罪 其他還包含刑法的特別法 什麼貪污自罪條例 那你前面貪污自罪條例 後面是酒駕 也一樣 那個累犯在你們定義是這樣嘛 這個對一般人不知道啦 我都覺得同一罪 所以一直酒駕的 為什麼你不能判中 大家難以理解 好 那視線後會的誤解是什麼 好 如果累犯不能夠判刑 因為前面有這個誤解嘛 他們會認為說 同一個雷 同一個罪名的累犯 也不能加重其刑 所以這個視線後的誤解 是不存在對不對 民主長你可以確定 現在如果酒駕或其他的犯罪 只要同一罪名的 我們特別把它定在說 犯同一罪名 加重累犯 跟四字七七五沒有關係 最可以確認吧 嗯 是 七七五號它只要是累犯的 一定要加重本刑 都要適用 所以 同一罪名或不同一罪名呢 一提適用 我幫你剪定一下 就是說第二點 視線後還有誤解就是說 同一罪名的累犯不能加重其刑 這個不在視線的範圍之內嘛 譬如說我對於酒駕 我要對於累犯要加重其刑 可以吧 本來就可以 這可以嘛 因為大法官並沒有說 累犯加重其刑是違憲 沒有喔 嗯 好所以 所以那個民主長我要跟你講的是說 視線後的誤解 你們要用很簡單的方式來說明 為什麼 對於憲法也好 法律也好 要用大法官來視線 這個事是解釋的事對不對 你如果解釋給大家聽不懂 那整期不要解釋 所以民主長你剛才在回答 回答管閉林委員的時候 你說有時候講太白會引起對立 不是這樣的 該引起對立就引起對立 因為事實上是這樣嘛 就是要講白啊 那講白我跟妳講一個 我們七七五號裡面的那個 黃昭元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裡面講的 我跟你講他為什麼需要這樣寫 那雖然他裡面也有錯誤 我順便也麻煩你轉達黃昭元大法官 他說刑法的五十九條 不是戰鬥力破表的烈空座神獸 你知道什麼是烈空座神獸嗎 你知道什麼是烈空座神獸嗎 你知道嗎 你有看嗎 沒有看 你沒有看嗎 我手機裡面有一個 我有去抓了 然後他說 你並不是用刑法這個神獸 五十九條的 你召喚這個神獸出來之後 就可以克制阿爾咒斯 那下面是阿爾咒斯 你真的也不知道 反正另一隻怪獸就對了 那神獸就是這一隻 我有抓到 他在電影卡通裡面蠻厲害的 玩遊戲應該很厲害 我猜黃昭元大法官也有玩 那烈空座神獸神獸很像龍的那隻 他在電影裡面一開始出來 就打敗了那個 右邊那個叫戴歐奇希斯 戴歐奇希斯後來進化之後再繼續打 打一打變這樣 所以黃昭元大法官的錯誤在於說 烈空座是打敗戴歐奇希斯 不是打敗阿爾咒斯 他現在不對 不過這個不影響他的本意 他只是希望說 我的解釋文 大家要看得懂 法官不輕易用刑法第59條 隨便都說其刑可免 所以我減輕其刑 這不能輕易使用 所以47條跟59條中間的這些適用 你要採取哪一條 對法官來說是很嚴謹的 他只是要解釋這一點 那你們就要知道說 黃昭元大法官他的用心良苦在於說 我剛剛再講一次 如果視線的內文 大家都看不懂的話 你解釋要幹嘛 所以你剛才說那句關聯不對 就是要講到白 讓大家知道衝突在哪裡 所以大法官才需要去解釋 這樣你可以理解嗎 是跟委員報告 在這個問題上 我完全贊同委員的高見就講到白 所以我們有準備很白的 衝突在哪裡 譬如說我剛剛講的 如果統一罪行在累犯 不能加重其刑的話 這個很顯然跟社會認知差太多了 那個民主長你也不用擔心說 玩這個神奇寶貝寶可夢的 都是小孩子 現在路邊都是大叔大媽在玩 都是阿姨在玩 所以他們都是當事實 看有啦 所以我認為是不需要用到這種比喻的方式 但是講到很白 現在行政院做的也不錯 你們可以參考 不要有包袱 不要怕衝突 出來絕對衝突的 而且那種衝突要你可控制 可以預測 你像那種被講到說 什麼殺人不羈押這種 這種是不必要的成本 這請秘書長你要理解 好不好 好那最後 我再跟總席借一分鐘 最後我再講到 剛才所講的 我們現在在處理這個 累犯 在處理累犯到底要不要加重其行 現在去看 酒駕無造勢的這個案件 也是我在質詢蘇院長的時候講到的 酒駕無造勢的狀況 其實佔了我們檢察官送員的大概八分之一 無造勢你還要移送法辦 告訴你你要辦也辦不到 那你又檢察官又不得不處理 當初可能把它當作是一個 宣導避免酒駕的教育手段之一 但是你到後來你拿不掉之後就一直移送 那我現在看起來 我們為了要 那個處理這個酒駕單純無造勢的 它的前科犯累積的太多了 不到七年有三十七萬多人 所以它後續的影響 甚至我懷疑你今天下午要處理到公正法 你要把那個一年以下拿掉 應該有很 說不定有很多公正人都是犯了一年以下的 有可能嘛 它是酒駕被抓到 它沒有造勢 但是你還是有刑責 這應該沒有錯吧 裡面可能抓到幾個 三十七萬幾人 甚至說這些公正人 他可能也是犯了醃毒犯 有可能假動 也不到一年 這些佔了我們現在監獄裡面的大眾 所以你衍生的東西太多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一併考慮 那個本席在總質詢提到的 如果我們在刑法裡面去訂一個交通的專章 減送重罰 該重罰的分類罰一罰 那該減送的譬如說無造勢的 你累犯就用行政法處理掉 這樣不但是減少了檢察官的案源 你也讓社會知道說什麼狀況可以被罰 你也讓法院可以判決 不會因為我酒駕要判重我判不下去 是因為我前面判了一個超訴 故意超訴撞死很多人的案件 那邊判兩年 那邊要判十年要判不夠 法院也有這種考量 一樣最故意的其實是超訴 蛇行闖紅燈 酒駕可能還不算那麼故意 這對法官來說他不恐龍 他也要考量到其他案件嘛 所以那個民主長請你也研究一下 在刑法裡面加交通事故的專章 用將來一併處理現在對於交通事故上面 社會的誤解 跟我們法院無法判決的這個理由 也順便檢查 處理掉檢察官 檢察官他們的案源的壓力 好不好 這次你先進去 是 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 我們非常贊同委員剛剛提到 像這種酒駕用刑法來處理 確實影響層面非常大 有一些是不錯的人才 但是因為有一個前科 都很多很多的工作都會受影響 那第二個問題 我應該講酒駕無造事 好不好 無造事 造事不用說 對 因為酒駕無造事 在目前的制度下也要犯罪 對 沒錯 是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至於要不要設立一個專章 是法務部的權者 不過今天法務部也有參試來 我想他會聽取委員的意見 那麼將來法務部會跟我們 來徵詢 我們也盡量 指指法務部的意見這樣 好不好 對酒駕怎麼處理的部分 盡快在這個會期有個定見 好不好 好 那這個 謝謝秘書長 謝謝主席 謝謝曾委員 各位委員跟主席台 借的時間從來也沒有還過 大家拿去用了 但是 這個 這個 我們以後要考慮要不要實施一個制度 如果跟主席台借的時間 下一次發言要先把它扣掉 好 我們接下來請 曾明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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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明中委員不在 呂毅林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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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毅林委員不在 請尤美女委員 主席還有我們今天的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先想要請教司法院的 曾明中委員 曾明大法官 請問 我們歡迎 當他公佈版本的同時,他把懶人包也擠出來 讓大家非常簡單明瞭的去看到說他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那一些錯誤的觀念同時更正,甚至接著是院長的直播 那用這樣的方式讓大家知道說正確的訊息是什麼 因為在我們現在的社會其實充斥著各種錯誤的訊息 那一般的人民能夠得到訊息就是從各種的網路 然後甚至就是報紙的媒體等等 那當媒體所傳播的是錯誤的訊息的時候 我想真的大家就是整個社會就非常的混亂 所以呢七七五號的解釋事實上 他並沒有說累犯的加重一律違憲 他只是說累犯你不分他的類型 也不管他到底是不是有特別的惡性跟對刑法反應力的薄弱 一律加重這本身違背這所謂的罪法不相當的原則 這個部分違憲 所以他要求的其實是應該第一個要對累犯的定義 重新再去檢討 第二個應該對於那些真的是惡性重大 而且他對刑法的反應力真的非常薄弱 就像剛剛在講的吸毒 性侵 酒駕 酒駕造勢 那甚至呢包括這個所謂的虐兒等等這些的事件 這些的惡性重大而且他反覆實施的這些 當然就是要加重 累犯要加重 所以他指的是說你不分前面他犯了什麼罪 後面也不管他犯了什麼罪 後面只是要故意犯罪 那酒駕也是故意犯罪 所以在這裡就變成是說可能 譬如說他前面可能因為這個跟一個過失傷害 然後呢被判了這個可能一年 然後呢他執行完畢 五年內呢他又再犯了一個跟人家吵架 然後呢可能又被告毀謗 那等等這些呢他因為這個 一例要因為是累犯 所以一例的罪輕刑者要加重二分之 造成他必須要抓進去關 那這樣造成一個所謂的 這個刑度罪責過科的問題 但是因為沒有說清楚講明白 所以呢媒體就開始講說 今天就像剛剛鄭育鵬委員所講的 一般的人認為累犯就是你重複實施 那一個惡性重大的事情一再的做 所以叫做累犯 而不是說你前面可能做了一個過失犯 然後後面呢因為一個故意的 這個當然故意可能跟人家打架也是一個故意犯啊 然後呢這樣情節輕微就必須要這個去累犯 可是大家所想的累犯就是那些很可惡的 對不對 販毒的啊或是虐兒的啊或是酒駕的啊 或是性侵的啊 那這些竟然可以不用加重 大法官沒有說這個不要加重 大法官說這個就是應該要加重 這個類型就是要加重二分之一的 所以在這裡呢必須要司法院當你在公布大法官會解釋 開記者會的時候 請你們同時把懶人包一起出來 同時最好也能夠開直播 說清楚講明白用案例淺顯的方式讓社會清楚了解 可不可以做到 基本上委員提到懶人包我們盡量來做 因為這個從大法官公布開始到記者會齁 這時間比較短不過我們會盡力做啦 那像這個案子 其實在記者會我就舉一個非常簡單的案例 不過記者他就要這樣寫 我就說他原來過失傷害去判兩個月的徒刑 執行完畢五年內 那在車站裡面去偷人家一個一支筆 或偷幾塊錢 那因為在車站這個偷錢依照法律的規定 六個月以上 那如果加上累犯的話他一定要判七個月一定要去關 這個是大法官認為宣告違憲 不過用這樣的例子 顯然好像記者有一些也聽不大懂 我非常贊同委員剛剛的提示 我們將來盡量看看一開始就有一個懶人包 來解說清楚 因為在司法院的立場 大法官的解釋文很多是經過協調以後出來的 你不能夠有任何的診檢 譬如說大法官在七七五號解釋裡面 其實他沒有宣告其他的 我們只是說從大法官的解釋 關於磊茵因加重這件事 大法官沒有說他是違憲 沒有說 沒有說 所以這一點我們特別利用這個機會再報告 磊茵因加重這件事 大法官沒有說他違憲 只有在非常小的部分 其實應該要是說大法官說 你磊茵不管他是什麼樣的類型 一律加重這個本身是違憲 但是就是說你必須要去依照他的類型去做 而且給法官一些裁量權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請司法院去用比較簡單的 懶人包不一定只有一張 你可以用很多張 然後舉出各種的例子讓社會能夠適宜 否則的話大家現在一直在講對不對 虐童也不能夠這個對不對 然後什麼等等這些很惡性的 因為大家所想的就是惡性重大的 那惡性重大的本來就是 大法官沒有說這個不可以啊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能夠說清楚 講明白 謝謝委員提醒我們盡量來做 那另外呢就是今天這個要修這個 所謂的行政訴訟法部分的這個修正條文 那當然這個也是回應大法官742號的解釋 那我們也知道說這個司法院送進來已經過完了 那這個部分呢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它的確是非常非常的艱深難懂 其實它是跨領域的部分 因為它不是只有法律人 因為法律人真的不懂這一塊 因為它建設到都市計畫 所以其實應該要邀請我們知道說 司法院其實也開過公聽會 但是公聽會所邀請的對象 仍然限於這些的所謂的行政法學者 那頂多就是一些的地震機關 這個地震的這些的人 但其實呢我們也發現說很多的關心 這個都市計畫的一些的民間的團體 還有這方面的專家學者 也都沒有可能沒有邀請到 因此在這一塊呢我們希望是說 是不是能夠再召開 我們也邀請就是請求那個我們的主席 是不是在今天這個尋導完畢之後 能夠召開一次的公聽會 那在這裡呢有幾點我想要提出來請教的 就是第一個 在你們這次所提的這個行政訴訟法的版本裡面呢 你們這裡呢其實是把地方政府在訴訟上的角色 角色呢過於弱化 權責不服 因為你們在這個都市計畫的這個 因為事實上在這個條文裡面呢 你們把這個所謂的都市計畫 就是地方政府呢他只是到場陳述意見 可是我們知道很多的都市計畫不是中央政府擬定 是地方政府擬定的 所以其實呢應該要讓擬定的這些地方的政府機關 或是發動的這個機關 他應該是要當訴訟的當事人 或是至少他應該參加訴訟 這樣子才全責相符 否則的話我們來看大埔的事件 大埔的事件的這個都市計畫的擬定 從頭到尾都是苗栗縣政府 跟中央政府無關 可是呢在這裡依照你們這個法通過之後 會是內政部要 內政部他要在 他是訴訟的當事人 所以內政部要去捍衛 他的這個所謂的都市計畫 可是事實上這個都市計畫 是苗栗縣政府所擬的 而這個苗栗縣政府所擬的 他只要到現場陳述意見 陳述意見完以後呢 他也不用去捍衛他的 也不用去說明他的理由 全部就丟給內政部自己去負擔 所以在這裡呢我們覺得說 你一定要全者相符 所以呢擬定機關或是發動的機關 他至少要參加訴訟 他不能夠只是到場陳述意見而已 那這個部分 公聽會的部分齁 我們了解齁 我們除了政府部門以外 還有我們有關於經常在參與 都市計畫這些 都市計畫學會 聯合會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這個 各個 還有律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等等 其實都有啦 或許因為 涉及面太廣 還有一些團體 事實上是 沒有邀請到 我想 在法案審議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樂於聽取委員 各種的意見 那至於說 委員剛剛建立就是說 都市計畫 你一定的單位 也希望讓他成為一個 當事人嗎 他可能訴狀參加 他應該要訴狀參加成為當事人 請我們檢定長回答一下 是 那個委員好 關於這個都市計畫 我們這個法案的設計喔 在被告機關的選定喔 也是經過這個跟行政機關的溝通 跟瞭解整個都市計畫的程序以後 我們是以這個都市計畫的這個 這個核定的機關 就是內政部來當被告喔 這個是有經過討論的 那委員垂巡的這個部分 就是關於地方政府的這個 擬定的這個機關的部分喔 這個部分的程序參與 我們也是 也有把它考量進去喔 所以也會讓他到場陳述意見 那在這個部分 也跟內政部營業署去溝通 還有在跟內政部營業署去溝通 針對這個部分呢 大家是由內政部來做一個被告 是大家有初步的共識的 是 好 因為這部分民間團體有一些意見喔 因為大家從大埔事件來看 因為事實上 或是說好像航空城 對不對 你今天核定的 不見得是交通部 它裡面還包括地方政府嘛 所以在這裡這個部分 你是不是地方政府完全都沒有責任 他只要陳述意見 其他也就是由中央機關來負權責 我想這個部分可以再去討論啦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這一次的這個修法裡面呢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說 在這個都市計劃跟土地徵收 這個配合的時候呢 我們現在有所謂的先去段徵收 再公佈都市計劃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 像大埔案就是這樣 就是你原則上應該是要先 都市計劃草案擬定 那你訂之後要審議 審議之後呢 再經過審定 審定之後呢 再經過核定 核定之後公告 那你公告之後呢 我再依照這個都市計劃 再去所謂的徵收 土地徵收 那這裡面土地徵收 包括去段徵收 也是土地徵收的一種手段 但是現在呢 時常在實務上的做法就是說 我只要到審定 我都還沒有對外公告 我就開始用去段徵收 就去徵收了 那當然你對於去段徵收 它是一個行政處分 我不服我可以去救濟 可是我救濟是只能夠 對這個行政處分去救濟 我對於這個都市計劃 因為它還沒公告 所以呢 對這樣的一個法規範 我是無能為力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然後說 都市計劃我們內部已經審定了 所以我就去去 這個去段徵收 那去段徵收 人民抗爭 可以抗爭你只能夠 對這個行政處分 那今天政府機關說 我已經有一個都市計劃審定 所以事實上這個程序呢 其實應該把它定清楚 講明白 但是在這一次你們這法案裡面完全沒提到 那個 報告委員 關於這個問題 剛剛委員提到的那種區段徵收 是在土地徵收條例比較 第四條就是比較特殊的情況 那一般的區段徵收 我們會在都市計劃以後 在都市計劃的裡面 會有區段徵收的一些規定 那委員垂巡的這個問題 我們也思考了 也有思考過 因為關於這種的區段徵收呢 因為它 在以後呢 就是說都市 因為它是先跑 這種例外的這個區 它是先跑 都市計劃生效在後面 我們會產生兩個問題 就是說 這種先跑的區 區段徵收呢 它要審的都市計劃 第一個還沒有公佈生效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法院 也沒有無從去審這個都市計劃的本身 也沒有辦法去做宣告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這種先跑的區段徵收的部分呢 在以後 在人民如果針對這個區段徵收的處分 提起行政訴訟的時候 假設在這個過程中 這個都市計劃已經宣告生效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做附帶審查的 所以這個是法制面的這個問題 就是不是只有在我們這個救濟程序而已 這個在土地徵收條例或者是在都市計劃 可能需要做一個整合的配套 所以我們在這個742號的解釋下面 我們能夠極盡能夠擴大的處理範圍 就是目前把它都把它考量進來了 委員這個問題我們也都很關切 我們也都非常的有考慮過了 是 謝謝 考慮過了 但是你們並沒有配套啊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政府機關的呢 好啊 你今天這個都市計劃的非常的非常的這個嚴格 但是我就先跑嘛對不對 我先去亂徵收了 那我房子拆了 你再去跟對都市計劃再去訴訟 有什麼用 那你說當我今天地方政府 我要先去亂徵收 我要這樣做的話 我的公告一定是在等我拆了以後 我再公告啦對不對 那你這時候你還不能夠附帶審判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個部分你們能夠再考量一下 那另外第三個呢 第三個問題呢 就是說你們在這個所謂的違法都市計劃 你們可以一個是宣告說他無效 就是他違法嘛 違法呢你們有三個效果 一個是說他無效 另外一個是說他失效 因為如果他已經這個生效的話 他是失效 第三個你們是說他並只有宣告違法 他並不是失效也不是無效 那這個問題呢 你們又沒有設定任何的條件 這樣的一個結果就會變成 將來所有的都會被宣告 因為行政法院非常好 我只要宣告你違法就好 效果 對不對 他不是無效也不是失效 然後就是所謂的違法 那這樣的他既然不是無效也不是失效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就變成他繼續有效 那已經違法了 你還繼續有效 固然你們在立法理由裡面講到說 如果說宣告他無效 或是失效了 無效的話呢 會造成說有些人他 譬如說是對某一部分人他的 這不平等對他的程序不正義 所以對他不平等 可是對其他廣大的受益人 今天把他宣告無效之後 對他們是不公平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可以只宣告無效 但是政府要採取一些的措施 去保障這個對他不平等的人 但是這個你只是在立法理由裡面講 將來立法理由不會有人去看的 所以這個就會跟我們三次在審 審理這個憲法訴訟法的時候 一直在講說 當大法官宣告他是違憲 但是呢是幾年後失效的情況 那在這一段期間到底是有效還是無效 我們爭論了很久 所以呢到最後我們會發現說 欸大法官宣告說你這個違憲 但是呢在幾年才失效的這種情況呢 他的比例呢越來越高 以前才百分之三幾變成百分之六十幾 所以在這裡如果說我們這個行政訴訟法的這個部分 如果你有這樣的一個態樣 而他要沒有宣定任何的條件的話 將來這個會是全部都是用這種方式 所以呢我們希望說你們在這一條 不是只有在立法理由裡面寫 必須有一些構成要件在你的條文裡面 是不是可以 那個委員垂巡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都市計畫宣告的方式有三種 就是無效失效 那為什麼會一個違法 就是在極端少數就是違反平等原則 剛剛委員也提也了解到就是說 在一個都市計畫我們可能兼顧的人 可能不是只有這個提起訴訟的個案的這個人民 他還有因為都市計畫區裡面還有其他非常多的人民 他如果已經獲得的受益的時候 在這種情形我們如果在調整的過程中 如果直接把它宣告無效的時候 這些已經記得就是已經有利益的人民 對他們的影響實在是太大 所以才會在這種情況下呢 做一種比較例外的就是說讓 讓法院在司法審查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調整的空間 也讓行政就是說 讓這些受益的人民的權利 可以做最小的衝擊 那這方面是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去 關照到這個違反平等原則的部分的時候 做這樣的設計 對 但是你們在調文裡面 就只是一句話 對不對 法官可以這樣宣告 完全的構成要件完全都沒有 所以這個部分希望你們能夠再回去檢討 那反正我們還會再開公釘會 希望主席能夠開公釘會 那也會再進入主條 我們再來討論 好 謝謝 謝謝有委員 我們等一下 有委員有一個臨時提案 我們在尋答結束 在休息之前我們會先處理 臨時提案 好 接下來請 岩寬衡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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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洪慈雍委員 洪慈雍委員 不在 忠嘉賓委員 忠嘉賓委員 不在 林德福委員 不在 蔣萬安委員 不在 孔文吉委員 不在 林一華委員 不在 何欣淳委員 不在 廖國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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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 不在 林俊憲委員 林俊憲委員 不在 請周春明委員 來幫我代理這個主持 我們請段委員 宜康質詢 謝謝主席 我要跟 內政部林次長 還有司法院請教 我們今天 這個行政訴訟法的這個 修正 那麼 剛才啊 郵委員 有講到 很多的問題 那我就接著 郵委員的話 來 跟兩位 兩個 機關請教 行政訴訟法第五章 都市計劃審查程序 那麼 這裡面剛才 有人提到這個 先行區段徵收了 我先給 兩位看一個圖啊 這個林次長一定很熟悉啦 這個先行區段徵收 這個字很小啊 各位可能看了 不一定看得清楚 這個圖總共有三張 我們很快的跑一次 那麼只是要讓各位知道說 這個先行區段徵收 它的程序是 比正常的這個 區段徵收的程序要簡化很多 因為它本來啊 是要等到 這個 內政部都委會通過了 然後再回到 這個地方政府去 然後再公告 然後這個 根據這個都市計劃 然後來做區段徵收 那它現在呢 先行區段徵收 它在 呃 徵收之後 一年內啊 要 這個都市計劃要 公告 這樣就可以了 對不對 市長沒有錯吧 所以它等於是 都市計劃的 程序啊 在後面補 好 那我們現在啊 呃 兩院會賢提出來這個法案 我們要請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 先行區段徵收的狀況 然後呢 先行區段徵收 它會有行政訴訟 假設 這個 當事人啊 他被 土地被徵收了 他打了這個行政訴訟官司 那如果他 敗訴了 好 然後呢 在其後 的都市計劃 因為一年之內啊 這個公告都市計劃就可以了 這個都市計劃呢 被宣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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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違法 好 所以這個區段徵收 它的基礎 它之所以能夠有這個區段徵收 是根據這個都市計劃 然後呢 因為它先行 所以在都市計劃 還沒有修正公告 他已經先去徵收土地了 現在 他去徵收土地 然後他也提了 被徵收的 這個地主也提了行政訴訟 然後行政訴訟如果他打輸了 那我要請教一個問題 那根據我們現在的院版呢 行政訴訟法的這個修正 他可不可以 根據後面的這個都市計劃被宣告 違法 他再提出再審 也就是在 這個條文是在 237條 是29 能不能說明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的問題 你們聽得懂嗎 了解 可不可以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 就是我現在 因為土地被徵收了 你都市計劃還沒有公告 你先徵收我的土地 然後我去打官司也打輸了 我土地就被徵收了 好你現在 根據你後來公告那個都市計劃 因為你現在還在審議 還沒有公告 你就可以先徵收我的土地 你後面那個都市計劃 有可能會被法院宣告違法 所以你那個都市計劃已經不能存在了 那你根據那個在審議中的都市計劃 先來徵收我的土地 那個打官司那個行政書人也已經確定了 那我怎麼辦呢 我可不可以提再審 就是這個問題跟司法院請教 沒關係哪一位回答都可以 那個報告委員 關於這個問題 關於區段徵收先行確定的這個部分 他本來確定判決就可以依照 現在的行政訴訟法273條來提起再審 那關於這個委員 錘群的可能是在 集中在就是說 跟都市計劃的這個關聯性的部分 可不可以提再審 那因為他這個部分就是說 他的區段徵收先跑了 他確定了 那現在都市計劃後來被宣告無效 他這個無效是不是可以構成他的再審室友 這個部分我們從這個 是不是可以構成他的再審室友 我們因為從草案來看 因為我們要基於法的安定性來看 這個部分是不能提再審的 我不瞭解就是說你們 在條文裡面第三項 前項以外之確定裁判 前項就是刑事 前項就是第二項嘛 因前項判決至刑事確定裁判 違背法令者得以刑事作用法規定提起非常上訴 那你除了刑事確定之外啊 其前項以外的確定裁判其效力不受影響 但該裁判尚未執行或執行完畢者 底下我就不再念了齁 我們看你們立法說明的第四點 除刑事確定裁判外基於法律安定之考量 就是剛才聽長所說明的 都市計劃經行政法院判決宣告無效或失效者 法院基於該都市計劃所為其他確定判決之效力 應不受影響 應不允許當事人以該都市計劃業經行政法院判決宣告 判決宣告無效或失效為由 對其他確定裁判提起再審之訴 你們基於法的安定性或其他這個 其他第三人的利益啊這個我是可以了解啊 但是邏輯我實在聽不懂啊 我實在聽不懂你們這個邏輯啊 我根據這個都市計劃 這個都市計劃還沒有公告 現在法律允許我地方政府經過內政部同意 這是內政部同意的啊 內政部對我會同意之後我就可以先去做 我就先行區段徵收 那個基礎是什麼 基礎是內政部認為你這個都市計劃我應該會通過啦 你一年之內公告就可以 我這個沒有意見嘛 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都沒有意見 我為了效率啊 你先去徵收土地 好那你現在這個基礎這個都市計劃 現在被宣告失效或者無效 反正你這個都市計劃 法院認為說你的都市計劃就不能這樣改 你既然不能這樣改 你為什麼可以去徵收土地 你的基礎不在啦 那我的土地被徵收了 你現在告訴我那個都市計劃是無效的 我先前的那個行政訴訟 那個判決確定我居然不能再提起再審 你講個道理給我聽嗎 你講個道理給我聽啊 你不是怕麻煩嗎 對不對 所以我當事人的權益就這樣就沒啦 那你憑什麼根據一個你們法院宣告無效的都市計劃來徵收我的土地 然後先前你們也根據這個都市計劃 根據內政部都委會所通過的核准的先行這個區段徵收 然後讓地方政府來徵收我的土地 你們根據是什麼 就是根據這個都市計劃 那你能不能對我因為一個無效的都市計劃 被宣告無效的都市計劃來徵收我的土地 這件事情連容許我提起再審的權力都沒有 這件事情你們講一個邏輯給我聽 來我請問你們先不回答我先問一下內政部 市長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報告委員我想我都了解您的意思 我先做一點簡短的說明 原本都是都市計劃發布以後才去進行區段徵收 同時在都市計劃裡頭規定說這個地方的開發要用區段徵收 可是通常有過去我們現在到目前為止還有發布10年20年以上的都市計劃 去段徵收根本 因為去段徵收還要有財務計劃根本辦不起來 所以變成都市計劃就限制了人民的權力可是沒有辦法執行 所以因此有建議這樣所以我們才會去變更說 我的都市計劃我寫通審內政部是都市計劃在審查的時候 是讓都委會跟區委會去做聯席審查 那等都委會的大會審查通過了審定了審定了還沒有發布以前 然後現在去按照普通條例 那我只是說我提出了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你們也同意了司法院的提出來的版本 那你行政院要跟我回答我這個問題 報告委員 先前在討論的時候其實都是我們都市計劃單位來出席的 沒有那麼細緻去提到您剛剛妥度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圖徵 好啦 那我了解了 所以內政部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您的意思是這樣子是不是 行政院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我請問司法院 呃 報告委員喔 這個是參 因為這個都市計劃審查程序是非常新的 我們是參考這個德國的這個 呃 行政法院法的47條 準用183條 我不管德國的規定 我現在談的是邏輯的問題嗎 你告訴我 這是根據什麼邏輯你不准人家提出再審嗎 呃 你如果現在沒有辦法回答我 你們回去研究看看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單委員 好 接下來請蔡依余委員 蔡依余委員 蔡依余委員不在 所有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尋答結束 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覆者請相關機關盡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會委員洪慈雍等提書面質詢列入記錄刊登公報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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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ób 當然 佐伊克、編努去 Christopher 请问各位委员对于提案一有没有意见 请问司法院有没有意见 没有 好我们提案一就照案通过 请看提案二 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 司法院有没有意见 没有 这个周委员你这个提案 两个月有没有太长了一点 我们要不要把它说 刚才这个黄沃昌委员要求他们两个礼拜 要回答两个问题 他提这一个礼拜 然后司法院要求两个礼拜 那你这个提了两个月 两个月 这个书面报告需要两个月吗 我看你们一个月提报告了好不好 每月可以 好我们修正后通过 好我们上午的会议就到这边先休息 休息之前我跟各位报告下午 下午呢我们 对不起 我们今天 我们先处理到第二案 处理完之后 我们后面第三案跟第四案 也就是行政书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跟行政书用法适应法正定第十四条 之五条文草案 我们会宣读条文之后就先不处理 我们会依照刚才各位所提的这个 所通过的决议我们会先开公听会 好所以下午啊 请大家包括列席机关 包括各位委员 两点三十分到就可以了 两点钟我会先在这边 这个跟我们委员会的同仁啊 先宣读第二案第三案第四案的条文 那么另外呢 列席的机关单位 跟第三案第四案 有只跟第三案第四案相关的 就下午就不用来 所以内政部啊 下午就不用来 然后司法院啊 这个请民事长你们自己去斟酌啊 这个因为有的 我知道你们有的单位是跟 这个第二案没有关系的 就可以不用来了 好 我们现在休息 下午两点钟继续开会 好再讲一次啊 各位两点半来就可以了 谢谢 所以我下午就去那个赶那场了 我下午就五三给一半 就来 这样子 我会给五三两点 这样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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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前后还有一点 我可以给你 我可以给你 好 还有我再看一看 那我再给三个 这个是 差不多了 你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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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来 主要打 好 谢谢 谢谢 你这个是 你这个是 那他多年 好 那给你拿好 感谢观看